刚毕业,我还处于分手单身时期,闺蜜却结婚怀孕了。 或许上天嫉妒这对恩爱多年的有情人。 她生产时,羊水栓色去世了。 临走前,她虚弱地手握着我, 泱泱,拜托你,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 有你看着她,我才放心,话音刚落, 她的手就从我的手掌心滑下。 时间在一刻仿佛静止了,崩溃的哭声从我的身后四起。 眼泪早已决堤的我,这时才反应过来。 好,好,我答应你,从那以后,我就被默认是孩子的干妈。 相爱多年的恋人走了,她的老公从此一决不起, 甚至对孩子心生厌恶,觉得是她带走了她最爱的人。 照顾孩子的重任,自然而然落在他们双方的父母以及我这个干妈身上。 转眼,四年过去,孩子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已经长成了讨人喜欢的小奶娃。 孩子的世界里没有妈妈的角色,边界感也模糊。 所以,从她学会说话起,就叫我妈妈。 孩子的爷爷奶奶觉得把我一个未婚的姑娘这样叫, 心生惭愧,一再阻止但也没有效果。 反倒是我,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 这周难得没有加班,我接上小奶娃出去逛逛超市。 小奶娃正脱开我的手,跌跌撞撞地跑向了自己喜欢的糖果区。 妈妈,家家想要糖糖,话音刚落,她就迎面撞上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膝盖。 听到动静的我,着急忙慌地跑过去道歉。 不好意思,等我看清她的脸时,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的记忆顿时翻涌。 她喜笑颜开地蹲下,把她扶起,好孩子,告诉爸爸,你是不是四岁半了? 小奶娃软乎乎地回答道,叔叔,我有爸爸了,我今年三岁,她脸色铁青,刚才的话是不是你妈教你的? 我怒一心声,陆鸣声。 你能不能别总是那么自以为是? 行,祝你婚姻幸福,她脸色凝重,僵直着身体转身离去,只留了一个落寞的背影。 我的心脏直发酸。 妈妈,那个叔叔好奇怪哦,家家不是有爸爸了吗? 甜甜的嗓音将我换回。 家家乖。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不用在意他们说的话,说吧。 我心不在焉地揉了一把家家的小脑袋。 陆鸣声比我大两届。 是学生会主席,炙手可热的高岭之花。 我也不赖,是新生界的校花,追我的师兄能排到法国。 但没人入得了我的法眼。 我去学生会面试时,却对坐在主席位上长相俊逸的陆鸣声一眼万年。 不是吧? 泱泱,她很难搞的。 我听师姐说,没人搞得定她。 闺蜜琳琳躲在我的床上啃了一片薯片,面露难色。 我信心满满地抓起一片薯片塞进嘴里。 我多的是办法对付,你等着瞧,这朵花飞我莫属。 从这天起,但凡有狂风浪蝶迎上来,我就说我和陆鸣声已经谈恋爱了。 当学校都传得沸沸扬扬时,陆鸣声找上了门。 奸绩得逞的我,脚侠一笑,你好。 我叫简泱泱,也是学生会外交部的人,成功刷了陆鸣声印象的我,开启了舔狗之旅。 他篮球比赛,我明目张胆地欢呼为他打气。 他演讲比赛,我乖巧地守在一脚盯着他。 他去哪个饭堂,我就提前蹲守在那里。 日复一日,学生会里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哪天剪泱泱断联了,找到陆鸣声就可以了。 我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我只在乎陆鸣声。 有几天,我病得连床都下不了,全靠淋淋的头位才活下来。 陆鸣声捧着脸到我宿舍楼下。 简泱泱,这几天你干嘛去了? 原本头晕脑胀的我,此刻不想再照顾任何人的情绪,嘴里的火药味满满。 陆鸣声,你跟不跟我在一起? 不答应,就不要烦着我。 烦死了。 他紧绷着的脸,此刻出现了一丝慌张。 好,我答应你,就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在所有人眼里,笑花配笑草,本就是天涉地造的一对。 可是天造地涉的一对,未必能相守到老。 闹钟响起的那一刻,我的梦再次醒了。 我在床上正愣着。 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梦见以前的事了。 但生活还得继续。 市场部的实习生因为工作失误,把甲方公司得罪了,死活不肯签合同。 谁闯的祸,谁负责。 实习生红着眼眶,唯唯懦懦地来到我的面前时。 我欲言又止,长叹了一口气,接下这个烂摊子。 下班后,我脸上堆满笑容,带着身后的实习生推开包厢的门。 我的动作一致。 泱泱姐,是怎么了吗? 实习生在我身后细声询问。 没,没什么,我重新整理好状态,尽最大的努力把里面那个男人当普通客户。 然而,陆明生的一句话就把我打回了原形。 怎么? 简小姐是想装不认识故人吗? 一桌子人狐疑地把视线放在我的身上。 我扯起一个职业笑容,呵呵,陆总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不敢忘。 不敢忘。 甲方的人捕捉这个信息后,也没有再过多为难我们。 合同非常顺利地签了下来,但硬臭的酒也喝了不少。 散场的时候,陆明生叫住了醉醺醺往外走的我。 简师妹,我送你一成把独天浑厚的嗓音里,含着笑意。 包厢里剩余的几个人没有多想,只当是我们多年没见续续旧。 实习生也懂事地在楼道,跟我打了声招呼离开。 泱泱姐,你女儿好可爱,下次带出来一起玩昂,我知道她是想表达谢意的方式。 我含笑点头,陆明生却步伐加快,从我身旁走到前面。 地址 简小姐丈夫,应该不会介意男性朋友送回家吧。 陆明生眼含笑意,却没到达眼底。 我对她的阴阳怪气,某名感觉好笑。 我一个人住,看她听完后紧锁的眉头,又饶有趣味地补上一句,哪怕她再也不会介意的。 还有,谢谢你今晚帮了我。 她紧绷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没在搭话。 车内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酒意在我的脑海里疯狂肆虐着,太阳穴直发疼。 似乎在酒精的作用下,人也大胆了不少。 揉着太阳穴,似笑非笑地说道,陆总就是好啊,不用应酬,哪像我。 递过来的酒杯一个都不敢推,陆明生面带笑意,咬牙切齿。 说笑了,哪有简小姐好。 才这么些年,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正正盯着她的侧脸出神,恍如隔世。 仿佛她还是那个在大学黄昏里和我漫步在校园里的陆明生。 那万一,那孩子其实不是我的呢? 她眼神直直地盯着前方,冷笑。 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万一啊,不是吗? 这句话宛如在我平静的湖水里激起了一阵涟漪。 我出神的呢喃重复了一遍她的话。 是啊,这个世界没有万一,你不能再当个陆明生,你要怪就怪阿姨这个人自私吧。 我抬起头对上那双饱含风霜的眼睛,竖起的发丝有一半掺杂着银丝的妇女。 看得出,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拉扯陆明生长大是多么的不容易。 她说,陆明生不肯接受全额保送出国独言。 她说,她看得出儿子谈恋爱后,人改变了不少,也开朗了不少。 她说,正因为这样,陆明生才是我为珍宝之人,不愿离开我。 她说,丈夫当年去世,她没有选择改嫁,而是独自一人拉扯她长大。 她说,她最期盼的,是自己儿子能长成她最骄傲的人,而不是为了情情爱爱,放弃人生机遇的人。 她说,我是一个好女孩,长得也漂亮懂事,以后多的是优秀的男孩子坠。 在饭堂里,我躲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瞧着不远处面包店里打着兼职的陆明生, 正推销着面包。 晚上,我约了满脸写着疲惫的陆明生到笑道里。 我们分手吧,她还以为我在闹脾气,挑了挑眉,理由。 我冷脸相待,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她肆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泱泱,我会努力的。 我压住内心的酸涩,即使你努力一辈子都跳不出这个阶级,我也不想用青春相陪。 好,我尊重你。 她转身离去,疲惫不堪的背影被城隍的灯光照得长长的。 记忆的背影与前几天相遇时的背影重合。 模糊间站在笑道的我感觉身下湿漉漉的。 我猛地从床上扎醒,小腹熟悉地疼痛席卷而来。 泱泱姐,你没事吧? 你看起来精神有点奄奄的,待会还要和甲方的客户洽谈,我听着实习生的问候,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没事,姨妈痛而已,忍忍就好了,其实最主要是昨晚回忆班的梦,导致我后半夜难以入眠。 但这次比平常颇为疼痛的姨妈,也让我难以忍受。 我强打着精神,拿着文件来到会议室。 等甲方的人到时,我没想到陆明生也出现了。 他作为甲方副总级别的人,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小打小闹的合作里。 小腹突然加强的疼痛感,让我顾忌不了这么多。 轮到我站起身讲PPT时,我眼前突然一阵空白。 我撑着桌子,缓解了好一会才恢复过来。 接下来的演讲,我毫不意外地频频出错。 不是忘了换夜码,就是忘了一些小细节没讲。 在大家都看着大屏幕时,一道不容我忽视的视线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泱泱姐,那,这是甲方的人给我们点的。 说来也是奇怪,正常请喝的不是都点咖啡或者奶茶的吗? 哪有人点热的可乐浆茶的。 这大热天的,实习生朝着我骂骂咧咧地吐槽,丝毫没有察觉我在走神。 这时一条短信进来了,还是那串我熟悲于心的号码。 这么多年,月室的日子还是那么的准呢? 我撇了撇嘴,回敬,这么多年了。 陆总还记得我月室的日子,也够变态的,对面,泱泱姐,你居然对着手机笑了。 实习生像是发现什么新大陆。 我调整好表情,咳了一声,咳。 你看错了,明明就有,我忽略掉她的话,捧着那暖心的可乐浆茶。 眯着眼睛,对上会议室里正注视着我的男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总和陆明生接触的缘故。 我晚上梦见以前救人救世的频率,也更加高了。 就连去世的林林,也出现在我的梦里。 正如当年她结婚的前一晚时,笑我恋爱脑,笑我是江南第一申请。 谈了陆明生后,有帅哥都不懂得扑了。 又梦到她死前对我说的那番话。 第二天,我就跟领导请了假,带着佳佳去扫墓。 原本还计划着扫完墓就带佳去游乐园的。 这时的实习生却打来了电话。 她啜气着,说自己搞不定甲方的人。 我常叹一声,还是叫出租车司机掉头。 佳佳的爷爷奶奶眼看好不容易我能带一天孩子,早就去医院检查血压血糖去了。 佳佳的爸爸自从林林去世后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不适合带佳佳。 这时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带着佳佳去公司里。 哇! 秧秧姐,你女儿好可爱啊,只是,为什么她长得跟你完全不一样啊? 实习生捏着佳佳的小脸蛋,夹着嗓音问道。 我瞥了眼会议室隔着一墙透明玻璃的陆明生,正和属下们激烈地讨论。 我笑而不语。 反倒是隔壁知道我情况的疆解,为我辩解,秧秧只是她的干妈啦,你在想什么呢? 实习生恍然大悟。 难怪。 我早就觉得,秧秧姐的身材不像是生育过的人,我既紧张又期待地看向会议室。 但陆明生还是刚刚和属下们讨论的模样,丝毫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情况。 不是搞不定吗? 哪里出问题了? 实习生立马哭丧着脸,呜呜,我立刻就拿给你。 我蹲下和佳佳交代了,让他坐在沙发上,不要乱走。 就走到实习生的公位,指导他方案的写法。 等我把一切都搞定的时候,余光下意识撇了一下会议室。 追随那个男人的身影,但会议室里早已没有了他的人影。 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难道期待他发疯发狂地质问自己吗? 妈妈,快看,这是上次那个叔叔给我的,我眼尖地瞧见了他手上胡萝卜样式的发圈。 以那褪色的颜色程度来看,这件物品已经历了多年的风霜。 有别样的情绪涌上了心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我扯出一个笑,摸了摸佳佳的小脑袋。 妈妈,叔叔说让我玩够了就给回你。 因为这是妈妈当年给叔叔的,他现在还给妈妈了。 听着佳佳的话,我的眼睛干涩起来。 眼前的事物有些模糊。 我强忍着哽咽的感觉,从嘴里憋出一句。 佳佳,真乖,他还给我的是发圈吗? 还是他的心? 我拿过佳佳手心的发圈,手指在上面妈撒一圈又一圈。 我们的人生轨道早就不一样了。 他不过是对以前的遗憾,感到不甘心罢了。 想必现在的他,已经放弃了。 我牵起佳佳的手准备离开时,听到后面的人焦急地呼唤着, 陆总,总算找到你了,这里要怎么制作? 我正愣了一瞬,没有回头,直直地往前走。 当我开始用平常心来对待陆明生时, 我的生活反倒正常起来了。 每次见到他时,我都大大方方地打起招呼。 对上他意味不明的眼神时, 我也回忆微笑。 他特地抢来迎合我口味的盒饭,我也欣然接受。 很快,这次和甲方的合作异常顺利地完成。 就第一版,陆明生看完后就点头接受了。 幸亏是和他合作, 不然我加班的宵夜也不能这么地合我的胃口。 去往公司庆祝聚餐的路上。 实习生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泱泱姐,对面的陆总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不然,他为什么经常用看守猎物的眼神盯着你? 还有还有。 我问他拿联系方式的时候,他不给。 反而还跟我要了你的号码。 我惊得挪开了身子,睁大眸子看他。 原来是你这个叛徒把我手机号给他。 我就说怎么,他像是磕到了的模样, 错过来继续追问。 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了,你对他那么感兴趣,你怎么不上? 他一脸犯难,我也想啊,陆总长得很帅矮, 但是人家对我没意思啊。 我的视线放在窗外霓虹灯上,尖口不严。 这次聚餐上,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纷纷表示很久没遇到过这么合拍的合作。 每个人喝的都有些醉意。 陆明生尤为严重。 起初,大家都不敢敬他酒。 他在他们公司出了名的高冷傲娇。 但我可不惯他,直接拿起酒杯走到他身边当出头鸟。 他正愣了一会,面不露色,让人猜不出他的想法。 正当大家和我都以为他是拒绝的意思时, 却拿起酒杯喝了。 有了出头鸟,后面就有源源不断的人撞起胆子敬他。 他来者不惧,一一喝下。 我租的是公寓式的房子。 我不乏轻飘,拎着包哼着小哥进昏暗的楼道里。 漠然,一个高大的身影飞快地朝我袭来。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里去。 嗯嗯,就当我想要反击把我扑到墙壁强吻的男人时。 声控的楼道灯亮起,一张熟悉俊逸的脸出现在眼前。 他喘着粗气,毫无张法地啃视着我的嘴唇。 我将在半空的手,变成了在他胸膛无力地推嗓。 陆鸣声发泄完一通后,浅浅地推开我,把下巴搭落在我的肩上。 我自以为是,都是你惯出来的。 你要对我负责。 我,可是我有孩子了,不被爱才是第三者。 泱泱,你给我个机会。 这段时间,你对我好冷漠,回家换洗衣服时,我发现肩上湿了一小块。 我正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好像真的,伤到了他。 说陆鸣声自以为是,但自己何尝不是自以为是呢? 蒋家辉,出来逛逛不好吗? 整天躲在那乌漆漠黑的房子酗酒算什么样? 蒋家辉是家家的爸爸。 此刻的他头发修长,却因多日未清洗,拉里拉他的堆在头顶。 他抹了一把脸,眼中无神。 有什么值得出来逛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值得的东西了。 哎,服务员,你们这里有酒吗? 我有些气愤,但又夹杂着一丝欣慰和心疼。 我见识过蒋家辉大学时和林林谈恋爱的模样。 温暖干净,阳光开朗,这些形容词都能用在他的身上。 我是眼看着他从嘴角一直带着笑意的大男孩, 变成现在不修蝙蝠,乞丐般的男人。 那你有想过林林吗? 他希望见得到你这样吗? 家家孩,你还提家家。 他的眼神里突然充斥着厌恶。 可是家家是无辜的呀。 大家也想不到会变成这样。 林林也想你守护好这个拼了命生下来的孩子。 你想过自己的爸妈吗? 他们年纪这么大,为了照顾孙子,连看个病都得挑时间。 我正说得激烈,却没想到他竟开始无助地痛哭起来。 他身上无助的颓废感也渲染到了我身上。 我的眼里也染上了泪花。 我何尝不是那个在记忆里,走不出来的局内人呢? 服务员。 上酒。 我也扛不住了。 对林林的思念,对陆明生的愧疚,对自己的懦弱。 打算肆意地宣泄一番。 陆明生你在哪? 我好想你啊。 醉得站不直身的我,已靠在餐厅门口的石狮子上。 我下意识地拨通了那个多年来都不敢拨通的电话。 你在哪? 男人沙哑,带着紧张的嗓音,鼓动着我的耳膜。 都说了孩子不是我的,你非不信,臭男人。 醉意肆意地侵占我的大脑,话语权已然交给了酒精。 我知道,那天我听到了,我混沌的大脑不容我多加思考,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对面长叹了一声,你们公司会议室的隔音这么差,我还能不知道。 那,那,那你为什么要把发圈给佳佳? 我口齿不清地问。 那是他吵我闹,非说喜欢,那我只好给他了。 但我又怕他弄丢,我就说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 那他完完以后,即使不还给我,也会给你。 我的脑子逐渐死机,开始语无伦次,录鸣声。 我好想你,一直到好想你。 林林走了,呜呜,你也不在我身边了。 我过得好苦啊,蒋家辉那个混蛋,又不好好照顾佳佳。 你妈当初找我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又能怎么办呜呜,男人听到这里显然有些猛了。 等等,你说我妈找你。 我来不及解释,就瞧见了霓虹灯下的男人。 我猛地扑了过去,抱着他痛哭。 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只要你回来就好。 我还怕我已经伤透了你的心,也怕你嫌弃我,嫌贫爱父。 其实,我只是当时找不到借口,我的身子突然一清,整个人腾空起来。 紧接着下面的事情,我的记忆变得模糊起来。 只记得画面不断变化。 烂醉的蒋家辉被他父母带了回去。 陆明生在车上轻柔地吻住了我喋喋不休的嘴。 然后,然后在一个冷色调的房子里,我的衣服一渐渐被褪去。 醒来时,我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但这里面充斥着他熟悉的味道,让我安心了不少。 我穿上床头崭新的男性睡衣,探索性地漫步到外面。 醒了。 满面春风的陆明生正熬着小米粥。 煞食脑海里浮现了几个画面,我羞涩地点了点头。 你昨晚老说未难受,我给你熬了小米粥。 我坐在餐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小米粥。 两个人的气氛有些诡异。 陆明生的眼神却像是粘在我身上一般。 我想不明白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 但我们各自都不愿捅破这层纸。 你要不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你那边有点不安全,我暗自吐槽,你才不安全。 不愿正面回应陆明生的我,只是垂手闷闷地回道。 太快了,给点时间我缓缓。 陆明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放下勺子后满眼宠溺地盯着我。 好,听你的,他直勾勾地眼神,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就像是实习生所说的那样,我似乎是在他手掌心里的猎物一般。 陆明生亲自开车送我回去。 在下车时,他暧昧地俯身到我的身上。 我听着他的呼吸声,紧闭双眼。 哼哼,他磁性的嗓音让我沉迷。 身上束缚的安全带一松。 没有等来期待中的吻,却等来了他的讥笑。 怎么,想重温昨晚的感觉吗? 我睁开眼对上他深邃的眸子,恼羞成怒。 不要脸。 说完,我就飞快地从他身下逃离。 刚回到家,身上的盔甲仿佛在一瞬间卸了下来。 踢掉低跟鞋,浑身舒畅。 在卧室里,我抱着被子翻滚,脑海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昨晚燥热的小细节。 对了,他好像没带,我末地警惕起来,拿起手机,正想发短信询问陆明生。 微信却弹出一个好友验证。 那个头像还是当年我给他挑的一个可爱小狗。 急于问清楚事情的我,飞快地通过。 秒通过。 看来你在守着我呢。 我,怎么? 还不想承认。 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说正经事,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昨晚带了没? 没,但你安全期应该没事。 我仔细算了算时间,似乎真的是安全期。 心头的大事总算落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我上班前,陆明生总能准时出现在我的楼下。 还贴心地给我带上早餐。 每月齐名,按照我这么懒的性子,肯定睡到最后一刻才起。 然后急赶慢赶回公司,没准备买早餐的时间。 在副驾驶吃着小笼包的我,突然噎了下。 嗨嗨,下班后,他就会带我探索各种各样的餐厅。 我们就像是正常的热恋情侣那样。 上班时分享日常,下班后聚在一起吃喝玩闹。 唯一的而不同是,我们两个没有过多的亲密接触。 吃完饭,陆明生就送我回家。 这样惬意美好的生活,让我感到有些不真实。 这天我上班摸鱼的时候,刷到了一个新式咖喱机的做法。 我下意识地把链接发给了陆明生。 他也很快恢复了一个字。 好,实习生路过我的公位时,八卦地把头凑过来。 泱泱姐,是和陆总谈恋爱了吗? 我西平,假意板起脸。 哪有,别瞎说。 实习生调皮地朝我做了一个鬼脸。 你就是你就是,人家天天送你上下班。 你这阵子还经常对着手机露出迷之微笑, 就是妥妥的一副谈恋爱后被人宠着的小女人样。 我用手撑着脸颊,难道真的有那么明显吗? 但是我和陆明生现在又是什么关系呢? 傍晚的我,大摇大摆地把脚放在沙发上追剧。 陆明生正在厨房里头忙活。 突然,门口传来了开门声。 我狐疑地把视线投向那边。 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这里的密码? 啊,阿姨,好。 我尴尬地扯出一个笑容。 陆明生听到动静后,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妈,你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 意识到自己姿态不太好的我, 慌忙把沙发上的腿乖巧地放回地面。 陆明生打过招呼后,过来捏了捏我的肩膀。 小声地对我嘱咐,你应付不来的话,就来厨房帮忙, 说完就返回厨房,看锅里煮着的菜去了。 害怕跟长辈相处的我,下意识地想要逃避。 阿姨,你坐哈。 我看看明生有什么要帮忙的, 让他自己忙去就行了, 你坐下跟我聊聊天吧。 听到这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坐下。 我紧张地捏着玻璃背妈撒。 余光不由自主地打量了一番他。 他的外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不是五年前找我的模样。 此刻的他头发乌黑, 应该是染发高的功劳。 脸上不似当初的皮态, 反而是容光焕发。 或许是他熬出头了, 陆明生现在的捞金能力确实很不错。 在这里,我再次感叹到金钱的魅力。 他此刻正慈祥地微笑着, 你就是当年小生大学的女朋友吧? 我物字点了点头, 还是一如往常的漂亮呢? 你们这是在一起了吗? 我捏紧手上的鹅玻璃杯, 不敢回应, 因为我也不清楚现在我们的关系。 暧昧。 他感慨释然一笑。 孩子,你不会是怪我当年跟你说的那番话吧? 没,没有, 我没有怪您我焦急地解释。 那就好, 当年我把你们拆散了, 看到小生那副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是懊悔得好几晚都睡不着, 但木已成舟, 也没办法再弥补了。 现在看你们又在一起, 我心里是高兴的。 我惊讶地抬起头, 鼓起勇气地问道, 您不会觉得我配不起名声吗? 他仿佛被我的话逗笑般, 傻孩子, 你能跟他在一起,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哈哈。 你不仅漂亮, 还善解人意, 阿姨当年也是一时钻牛角尖。 现在你能不顾前嫌, 继续接受我们家, 这是天大的好事。 什么好事呢? 说给我听听, 陆明生端着诱人的咖喱机 从厨房里出来, 就不告诉你, 这是我们娘俩的秘密, 阿姨黑黑一笑。 这顿饭, 我们在欢声笑语中结束。 临走前, 他还说要找个时间 约我爸妈吃个饭。 陆明生看我低头羞涩的模样, 连忙阻止, 妈, 还早呢? 再等等。 别吓跑我好不容易拐来的媳妇, 门一关上, 我就掐了她的腰间软肉。 终于承认, 你是拐我回来的了。 他夸张地嗷嗷大叫, 还不忘嘴贱地补上一句。 也不知道谁喝醉了, 说好想我, 好爱我呢, 我娇称地回嘴, 你还不是说要当第三者来着? 还好意思说我。 一个吻轻轻地落在我的额头上, 我正愣地盯着眼前, 突然深情起来的男人。 泱泱, 你回来就好, 以后不要再跑了。 好, 门口玄关处的我们, 紧紧相拥。 有大房子住, 我又怎么会委屈自己呢? 自从互相确认过心意后, 我就搬到了陆明生家里。 他倒是高兴, 而我却每天要在后半夜才能睡觉。 每次早晨, 我看见他神采奕奕的模样, 我就有些愤恨。 凭什么, 受伤的总是我, 导致这段时间的我, 在工作时总犯困。 但事情的不对劲, 从我清晨在床上爬起肝偶开始。 在卫生间里, 我盯着两条线的燕运棒。 玩犊子了, 果然是不能相信什么安全期的说法。 风和日丽的周末, 陆明生妈妈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到我家登门拜访。 她脸上的笑容堆满, 抓着我的手对我各种吹捧。 泱泱, 这个孩子我是很满意的, 婚礼咱们也尽快办, 办得风风光光的最好。 只是, 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嫌弃 我们家小生爸爸早早就。 我妈一副生怕错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店的模样。 不会, 不会。 亲家母这是说什么呢? 哈哈, 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聊上了以后孩子的事情。 全然把我这个主人公抛之脑后。 我爸又和陆明生下着棋, 我也不好过去打扰。 只能跑到阳台里透透气, 缓解忽然涌上来的恶心。 漠然, 一个怀抱将我裹紧。 怎么了? 不开心吗? 陆明生还是看出我心事重重的模样。 你丢下我爸, 就不怕他对你有意见。 他的胸膛震动了几下, 叔叔看见我时刻照顾你的情绪, 开心还来不及呢。 我笑了笑, 但表情很快又凝固了。 我想淋淋了, 也害怕自己会变成他那样。 陆明生听到后, 楼紧我的力气又加重了几分。 他也沉默了。 当晚的陆明生 把一张银行卡递给了我。 说以后由我来当家, 财政大权交到我的手上。 他一开始的本意 是想要卖掉这里, 然后换一个大典的房子。 奈何被我拒绝了? 我不是怕房子大了, 他妈妈会过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而是我觉得这样置换, 太浪费钱和时间。 加上他妈妈说过, 现在的他已经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 是陪他跳广场舞的陈叔。 熬了大半辈子的人, 终于找到另一半, 两人现在正甜蜜着。 他也说过自己, 不想再过多参与我们的生活。 只要我们两个过得好就行了。 有天我来了兴致, 跑到ATM机查看余额的时候。 我的人傻了。 我一开始知道陆明生能当副总, 工资自然不会少。 但我没想到会是那么多。 后来, 他才告诉我, 他读在国外研究生的时候, 室友是炒股的大神。 他跟着学, 钱不知道翻了多少万倍。 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蒋家辉自杀死了。 这个消息, 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 自从他得了抑郁症后, 就开始尝试了不同的自杀方法。 这次他成功了。 葬礼上, 陆明生紧紧搂住我的肩膀, 我的内心五味杂沉。 蒋家辉如愿了, 他如愿去找林林了。 可是家家又该怎么办呢?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 哭得撕心裂肺的模样。 好一阵心疼。 家家注意到我时, 他一边哭, 一边步伐蹒跚, 朝我走来。 干妈, 呜呜,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现在连爸爸都, 都没了。 自从知道我要结婚, 家家的爷爷奶奶 就正自言辞地 要求家家叫我干妈。 我搂住他, 颤抖着小小的身影。 我的眼泪也开始绝地。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沉默地摸着肚子。 陆明生就躺在隔壁, 默默地陪着我。 阿生, 如果以后我出了什么事, 你不能像蒋家辉那样 丢下我的孩子, 他的手附上了我的手, 亲了亲我的脸颊, 郑重地回道, 我知道了, 哪怕讨厌也不行。 好, 我都听你的, 经历了一天的奔波后, 我的眼皮还是搭拉了下来。 迷糊间, 听到磁性的嗓音 在我耳边回荡着。 你要是走了, 那我就把孩子养大, 再下去陪你, 随之, 一个吻落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提出收养家家的建议。 陆明生表示无所谓, 因为家里不缺这点钱。 我们大学里头, 林林和蒋家辉 跟我们也算是 唯一挚友班的存在。 当我妈收到商量的消息后, 立马来到我们家, 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别人家的孩子, 始终是别人家的孩子。 万一收养过来, 欺负自己家的孩子怎么办? 我爸是出了明听老婆话, 我妈说一, 她不敢说二。 她也只敢在我给她沏茶的时候, 小声地表达了句支持。 还是陆明生的妈妈, 知道没有父母的孩子有多惨。 她来到我们家, 一进门, 听到我妈的咆哮。 哎呀, 哎呀亲家母, 消消气, 消消气。 我们好好谈谈, 虽然这不是什么好事, 但也是孩子们的善心。 那孩子也是可怜的, 父母双亡的。 小生爸爸走得早, 我们也经常被人欺负, 家里头也没人瞧得起我们。 在听完陆明生妈妈讲述的一些经历后, 我才开始明白, 为什么当年她要来找我了。 这是她坚持这么多年来, 唯一的希望。 他们两个是苦尽甘来的。 要不是陆明生有了出息的话, 他们现在可能还在乡下被人看不起。 陆明生会被人冷眼相待, 还是会被人说没爹的孩子。 事实上, 陆明生妈妈的劝说是有用的。 我妈在听完后, 只握着陆明生的手。 孩子, 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来找我们, 咱们有叔叔给你撑腰。 昂, 陆明生的妈妈无嘴笑道, 还叫叔叔呢? 陆明生也非常上道, 笑得甜兮兮。 爸, 哎, 哈哈哈哈, 我俯着肚子, 宽慰地看着这一切。 原来人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爱的人就在身边。 我妈到后面也松口了。 说要家家的爷爷奶奶同意了, 才算数。 我妈倒是算得很准, 家家的爷爷奶奶确实没有同意。 家家是二老在世最后的羁绊。 如果我们带走了他, 他们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不放心的, 千叮咛万嘱咐。 有什么要帮忙的, 我和陆明生会在所不惜, 尽最大能力去帮忙。 家家的爷爷奶奶听完后, 很是欣慰。 只要你们这两个孩子, 有心就行了。 林林和嘉辉, 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荣幸, 时间过得飞快, 很快来就到了我们的婚礼。 实习生不再是实习生, 是能独自面对手头上繁琐工作的人。 我也可以安心地休婚假和产假。 结婚时, 他古灵精怪地摆了个姿势跟我拍照。 果然, 年轻就是多新奇的东西。 他调侃道, 当初我就觉得你和陆总是一对, 这不, 现在都结婚生娃了, 我朝他羞愧一笑。 我的婚礼上没有伴娘, 因为我答应过林林。 我结婚了, 伴娘的位置是他的。 而我说到做到, 但他却失约了。 但幸好, 我没有家家这个小花童送戒指。 婚礼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预产期的前两周, 我的羊水破了。 孕晚期的, 我总是半夜抽筋。 陆明生在这段时期都不敢睡太熟。 他半夜习惯性苏醒, 查看我有没有不适。 结果这次他发现, 床单湿漉漉一片。 他火速地把我唤醒, 带到医院。 知道我对生产有阴影, 陆明生特地选了一家私人医院。 能够方便, 他一直陪同我生产。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他儿的头部过大, 我的盆骨打不开。 孩子迟迟下不来。 经过长时间的阵痛折磨, 我的指甲甚至在墙上抓出了血痕。 陆明生连忙拿起我的手, 放进嘴里。 但我已经麻木了。 意识模糊间, 我隐约瞧见陆明生不知所措地哭了。 一大堆的绿衣服的医生护士围了过来。 我终于体会到林林当初所经受的痛苦了。 我出现在漆黑一片的世界里。 眼前只有一处光亮, 指引着我前进。 我追着光亮奔跑。 我以为这是我回到现实世界的唯一出口。 正当我快接触到那束光时, 一把我即将忘记的嗓音出现。 泱泱, 别去。 你的孩子等着你呢? 你去了孩子怎么办? 你答应过我照顾好佳佳的。 如果你去了, 你的孩子怎么办? 佳佳怎么办? 漠然, 林林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我竟然感觉不到害怕。 因为她的模样和装束, 还是我记忆里大学时期的模样。 她的身后, 蒋家辉也出现了。 她把林林搂在怀里, 对我说道, 你想过陆哥吗? 陆哥没了你怎么办? 蒋家辉此刻的模样, 不再是失去林林后拉里拉他的形象。 也如同大学时期里, 一直围着林林转, 干净阳光的蒋家辉。 对啊, 陆明生怎么办? 如果没了我, 陆明生该怎么办? 前面的两个人微笑着, 指引着我往漆黑的地方跑。 他们叫我不要害怕, 我只管往前跑。 他们会一直是守护我的。 我猛了一抽, 睁开了眼。 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 充斥着整个病房。 医生, 医生。 她醒了, 快来, 我看着陆明生一直死死握着我的手, 双眼不满血丝, 满下巴胡渣。 她紧紧抿着唇, 眼泪再次掉下来。 泱泱, 我差点, 我差点失去你了, 我差点就变成下一个蒋家辉。 泱泱, 没了你我活不了。 我带着氧气罩, 一颗泪水流了下来。 我在生产时大出血了, 人都开始休克抽搐。 还好抢救得及时, 但我也昏迷了好几天。 医生还说我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但还好, 我活过来了。 等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把我昏迷后的经历讲述了出来。 陆明生也说我当时心脏跳已经停止了, 还是靠医生打肾上激素抢救回来的。 我妈听到后, 闭着眼在空中合掌拜了拜。 感谢林林和家辉, 这两个好孩子, 把我泱泱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自那以后, 我妈对家家也不再抗拒, 甚至和自己是外孙统一对待。 对, 我生了个儿子。 陆明生想要女儿的愿望落空了。 不久后, 陆明生就提出了要结扎的想法。 他怕了, 他不敢再让我这样冒险。 他说他怕失去我。 尽管被我拒绝了, 但他还是自己偷偷去做了手术。 我哭笑不得。 还能怎么办? 只能给他补身子了。 在一个情人节的夜晚, 孩子扔给了外公外婆带。 陆明生在床上搂着我, 深情地亲吻着我。 他说他很感谢我愿意为他生孩子, 但以后就不要了。 他说自己从小吃得苦多, 但遇到我是上天对他最大的安慰。 他说失去我的那几年, 他要靠安眠药入睡。 他说回国时就一直想尽办法找我的联系方式, 但都无果。 他说看林林和我的微信都注销了, 蒋家辉的微信又荒废了。 他说第一次重逢时, 他已经竭尽全力压制住要上来紧紧抱我的冲动。 他说那个发圈他一直贴身带着, 有次丢了找了一个通宵才找回来。 他说哪怕不知道我没结婚的时候, 他就想要把我抢回来。 他说他妈妈是他叫来给我道歉的, 他跟他妈说非我不可。 他说没了我, 他真的不能活, 所以我得长命百岁。 他说我就是他心脏里的斑痕, 一辈子都不能去掉。 书卷多情四故人, 成婚优乐美相亲。 大家好, 这里是夜半书生。 本期故事要讲的是老公因车祸脑出血, 在手术室里开炉。 我却从他手机里翻到他出轨多次的证据。 原来老公是为了赶去见小三, 才闯得红灯。 我提出离婚, 婆家道德绑架我, 逼我出钱赔偿受害者, 逼我照顾偏瘫的老公。 岂料我拿出一段秘密录音, 让他们听后下滩在地。 老公因车祸脑出血, 在手术室里开炉。 我却从他手机里翻到他出轨多次的证据。 原来老公是为了赶去见小三, 才闯得红灯。 我提出离婚, 婆家道德绑架我, 逼我出钱赔偿受害者, 逼我照顾偏瘫的老公。 我脱口而出, 能不能直接送去烧了? 听到我的话, 医生愣了, 婆婆急了。 她一把冲上来, 抢过医生手里的纸,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婆婆在乡下种了几十年的地, 骨头硬朗, 浑身蛮力。 我被她撞得头晕眼花, 顿时更加确定自己真的重生了, 而不只是做了一个梦。 我直勾勾地看着面前, 还没有露出真面目的婆婆。 她抬起头, 被我凶狠的眼神吓了一跳。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吓死个人! 我皮笑肉不笑。 老公在找小三的路上闯红灯, 出了车祸半身不随, 而我为一大家子人操劳十几年, 却在自己家里被婆婆推下楼。 婆婆和小姑子任由我在冰凉的地板上 躺了半个小时。 在我死后, 灵魂飘在空中, 看着他们互相作证, 说我是失足摔死的, 借此骗到了两百多万的保险赔偿。 现在又看到这张老脸, 我怨气不大才怪。 婆婆埋怨我, 张扬在里面生死未卜, 你还在这说不吉利的话, 呸呸呸。 我无所谓, 责了一声。 这不还没死吗? 婆婆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站在旁边高高挂起。 上辈子, 正是我签了知情同意书。 张扬术后落下了严重的偏瘫, 婆婆说谁签的字就该谁负责。 不仅如此, 她还联合小姑子, 用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夫妻本事同林鸟等话术, 来道德绑架我, 不让我离婚, 照顾张扬的后半生。 可笑的是, 我竟然因为害怕被人戳几两骨, 生生忍了下来。 这一人就是一辈子。 但人的变化总在一瞬间, 我看着熟悉的一切, 心境天翻地覆。 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怎么能让第二次的人生, 从奖励沦为惩罚? 我低头打开了张扬的手机, 轻车熟录地点进她的微信小号, 里面一百多个女性好友, 聊天记录不堪入目。 置顶那个账号最后一条消息, 还是半个小时之前, 张扬发过去的房间号。 她赶着去酒店见那个女人, 不仅超速, 还闯红灯, 这才造成连环追尾。 脏, 真脏。 还好我身体不好, 一直在调养, 很少和张扬亲密接触, 没给她传染我脏病的机会。 我将所有证据录评下来, 发到家族群和朋友圈里, 张扬是大学教授, 平时最要脸。 术后要是知道自己被我接了牢底, 不知道会不会气的血栓都通畅了。 我做完这一切, 正准备走, 婆婆拉住我, 问我这时候还打算去啊。 我要跟张扬离婚, 她出轨了。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林瑶, 当年张扬不顾家里反对, 非要把你取进门, 现在她出了事, 你就只想着自己逃。 万一张扬手术有什么后遗症, 你不照顾她谁照顾, 你对得起她骂你。 我面无表情, 推开她的手, 关我屁事。 你, 你竟然敢这么对待我一个老太婆, 这可是要遭天谴, 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良心的儿媳妇。 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 坐视要哭, 但我比她更快, 根本不给她撒泼的机会, 甚至在地上打起滚来。 作孽啊, 我老公去找小三的路上出了车祸, 医生说做未来很难恢复正常生活, 可这手术还没做完呢, 婆婆就逼我给老公守活寡, 天下哪有这种婆婆。 婆婆一愣, 不甘示弱, 家门不, 家门不幸。 我抢过婆婆的话头, 我平时本本愤愤伺候她们一大家, 小姑子怀了运势我, 照顾到出月子。 婆婆生了病也是我不吃不喝忙前忙后, 我带她们一家比我自己娘家人都亲, 结果她们一家人蛇蝎心肠, 出了事儿也想让我来收拾烂摊子, 大家来给我平平礼啊。 当初结婚你可是要了我家八万八的彩礼, 我在这个家五年, 张扬一分钱也没给过我, 我用自己嫁妆和积蓄来补贴家用, 换来的却是老公不断出轨, 婆婆说我不要脸, 骂我没良心, 我今年也才二十八岁, 为这个家操劳了五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经历过上辈子, 我深知面子是最没用的东西。 索性拉开门, 放开了嗓子喊, 大哭大叫, 要多响亮有多响亮, 要多凄惨有多凄惨。 路过的人听清了来龙去脉, 看向我的眼神从审视转为可怜, 护士甚至给我递了两张纸, 我的声音还引来另一边手术室的受害者家属, 见到他们, 我指着婆婆哭道, 这就是张扬他妈。 我一个全职主妇, 平时除了买菜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就连嫁妆也花完了, 张扬的工资通通给他妈了, 你们要找, 就找他去吧。 这些话都是他上一世用来指责我的, 这辈子被我先说了。 婆婆体会到有口难言的感觉, 憋得脸都绿了。 我看着他, 又忍着笑意补充了一句, 我明天就要跟张扬离婚, 你家的破事, 以后我再也不管了。 你是我嫂子, 是我哥的老婆, 怎么能不管不顾? 小姑子就匆匆赶来了, 他一见到我, 恨不得直接上手扯我头发, 可在场人多, 张小为了面子, 又不得不讨好我。 嫂子, 你发在群里的那些东西, 是什么意思? 我哥还在里面抢救, 你是他的发妻, 可不能落井下石。 我冷笑道, 又不是我逼他出轨的, 还不是你自己管不住男人。 张小理直气壮的, 再说了, 男人挣钱养家, 平时压力大一点, 想出去释放一下也没错啊, 最后还不是要回家的。 我听着他这番甜不知耻的高谈阔论, 笑着拿出手机, 点开一段视频。 内容是, 上个月李德志跟女客户在餐厅谈业务, 被他路过看到。 张小二话不说, 上去挠花了客户的脸。 不仅害得他老公丢了工作, 自己也被吃瓜群众录下全程, 最后挂在短视频同城榜上, 笑话了大半个月。 我连续播放几遍, 生怕旁边人没看清。 直到他们录出原来是你的表情, 才心满意足地收回手机。 玩双标是吧, 那我就让你再被编尸一遍。 我阴阳怪气, 怪不得天天在家里寻死觅活, 就是不跟妹夫离婚, 我就做不到你这样的。 听说妹夫昨天夜不归宿, 也没跟家里说一声, 你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打通, 这要是换作我, 早就急死了, 还得失你大度。 说着, 我凑到他身边问道。 张阳前段时间收到了一个视频, 妹夫大腿跟长了颗大雾子, 还是带毛的? 这话, 其实是张阳以前当成笑话说给我听的。 不过, 看张小猪干涩的脸, 应该不假。 他气得够呛, 恨不能马上撕烂我的脸。 我笑了一下, 转过身, 扬长而去。 接下来该做的就是整理证据, 起诉离婚。 当年张阳确实给了我八万八的彩礼, 可我家也反了整整三倍的嫁妆。 爸妈去世前, 给我置办了十几万的车和家电, 还有十二万八的现金, 就连婚房都有我家的一半, 却在短短几年的婚姻中被不断蚕食。 要不是婚后不久, 家里出了意外, 上辈子我也不会六神无主。 最后被张阳一家扒皮拆骨, 吞吃殆尽。 刚刚我看张阳小号里的账单, 每个月花销少说也有一两万, 可见他对除我以外的女人大放得很。 我将视线转到他置顶的那个账号上。 账号里没有交易, 但不代表线下没有。 私存片刻, 我在出租车上, 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我是张阳妻子, 想跟你见一面, 如果你拒绝, 我有权追回婚姻共同财产。 没曾想, 那边竟马上打来语音电话。 我接通电话, 女孩的声音年轻到我有些不敢相信, 猜测这个小三, 会不会是张阳的某个学生。 她一直在哭, 抽气了很久, 才轻声说道, 我和她并不是你想象的关系。 我和江楚宁 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见面。 她是张阳带的研究生, 专业里唯一的女孩, 在去之前, 我还始终觉得, 江楚宁是因为知道了张阳如今的处境, 没人能庇护得了她。 所以才故意在电话里楚楚可怜, 想让我心软, 不要赶尽杀绝。 可见到江楚宁, 我忽然就不这么想了。 明明在预想中是正弓箭小三的场景, 她应该怕我, 可我一进咖啡厅, 第一眼就瞧见了这个姑娘。 江楚宁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黑色的长发扎起, 长相秀起, 瞳孔清澈。 衣服洗得有些旧了, 但并不影响她的干净整洁。 仔细想想, 上辈子张阳出了事, 江楚宁从来没给她的手机发过任何消息,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应该是对她的老师唯恐避之不及。 我坐在她面前, 顿了顿, 开口, 是张阳强迫的你吗? 江楚宁眼睫一颤, 疏忽红了眼, 痘大的泪珠说掉就掉了下来。 她没吭声, 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暗自骂了句畜生。 我又说道, 我要跟张阳离婚了, 准备打官司, 让她净身出户, 如果你相信我, 我应该也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不会暴露你的存在, 她手机里, 已经有很多有利于我的证据了。 江楚宁沉默了很久, 才哑着嗓子说, 没用了, 学校里所有人都在骂我靠钱规则, 骂我靠卖肉赚学费和奖学金, 就算我学习再认真, 再努力也不会有人相信 我是凭自己本事拿的奖, 其实你也不相信我的, 对吧? 看着她强忍泪意的表情, 我一时间有些恍惚, 仿佛透过江楚宁, 看到过去那个 在张家受尽委屈和苦楚的自己。 而张扬这个男人, 竟是我们共同的深渊。 我还记得上辈子, 曾看到过张扬大学 有女学生跳楼自杀的新闻, 不知道是不是江楚宁。 想起这件事, 我下意识伸手抱住了江楚宁, 轻拍她的后背。 她身子一僵, 肩膀瞬间坍塌下来, 颤个不停。 江楚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过了半晌, 才缓过神。 我只是, 想要一个清白。 你怎么会不是清白的呢? 错的明明是她, 该感到羞愧的人也应该是她。 江楚宁湿润的眼眸望着我, 我看见她腮帮子紧了又紧, 才缓缓开口。 她很谨慎, 时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不让我留下任何对她不利的证据。 但是, 我知道她的一个秘密。 除我以外, 她还有一个交往很密切很亲密的女人, 在她们的谈话, 我知道那个人怀孕了, 还是个有夫之妇, 有一次她说过, 要给那个女人的老公买意外险, 然后设计杀死她老公, 以此来骗取赔偿。 我微微皱眉, 心中莫名疼生起一种莫名的直觉。 一个荒唐大胆的念头被我否决了。 可紧接着, 姜楚敏飞快地瞥了我一眼。 她证实了我的猜想。 我觉得她应该是你认识的人, 因为他们会提起你, 张扬有时候叫她宝贝, 有时候叫她小小。 姜楚宁看到我煞食惨白的脸色, 也跟着慌乱了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 可能是我听错了。 她的反应也让我更加清楚, 她说的或许不是假话, 上辈子张小确实跟婆婆提到过, 给她老公买了几十万的保险, 但并没有像我一样意外死亡。 我想应该是张扬突发车祸, 没办法成为张小的依靠, 这才让她打消了念头。 可他们是兄妹啊。 我匆忙离开了咖啡馆, 趁婆婆和张小还没从医院出来, 在家里翻出了婆婆床底下的户口本。 户口本里居然真的没有张小的名字。 我又打电话给张扬的发小, 才知道原来张小是远房亲戚家的, 生太多, 养不起, 这才送给了婆婆。 一直到现在, 但始终没有在张家上户。 我起初想, 张小会不会是婆婆给张扬找的童养席, 但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婆婆是真把张小当女儿养, 不然也不会在张扬出事以后, 试试听张小的主意, 还和她一起害死了我。 只是这两个人丧心病狂, 明明几十年都以兄妹身份相称, 甚至各自组建了家庭, 还在背地里搞这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上辈子我真以为他们的亲密是兄妹关系好, 感情深, 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现在知道了这事, 恶心地想吐。 我迅速拍下户口本上的信息, 回到自己卧室, 想打包行李, 先搬出去住, 却听到门外传来一阵交谈声。 刚才医生说, 洋洋情况不乐观, 育后效果可能也不理想, 林咬那个生不出孩子的, 连各种也没给他留, 造孽啊, 这是要我们张家段子绝孙啊。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隙, 看到站在门口的张小, 眼底闪过一丝犹豫。 随后, 他扑通一声跪在婆婆面前。 妈,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怀了哥的孩子。 婆婆又惊又害, 你们可是兄妹。 妈,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了, 我实把您当成亲妈来看, 但我从懂事开始对张扬, 就没办法把他当作哥哥。 他也是, 我俩情不自禁就, 见婆婆犹豫。 张小趁机把手附在婆婆的膝盖上, 另一只手举起来发誓, 满脸诚恳。 但我肚子里的肿, 绝对是他的。 我算过了, 上个月我老公在出差, 根本就没碰过我, 只能是我哥的, 您要是不信, 可以去等孩子生下来, 去做亲子鉴定。 而且哥以后恐怕只能躺在床上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就是您唯一的孙子了。 婆婆沉默了很久, 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林瑶和你老公知道, 否则他跟杨阳离婚, 肯定会分走一大笔钱, 杨阳和我孙子下半辈子可就无依无靠了。 还有你老公, 以后还得靠他来挣钱。 我忍不住在心中冷笑, 看来我跟张晓的老公是为二的两个冤种。 张晓听婆婆松口, 语气灯时轻快了起来。 我知道, 林瑶心软, 如果他真的要离, 我们就去他单位闹, 拉横幅, 让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 他趁我哥出车祸, 没人照顾的时候提离婚, 弄臭他的名声, 我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先让林瑶帮我照顾几年哥哥和孩子, 等您孙子成年了, 我想法子给林瑶买个保险。 他没爹没妈的, 等他死了, 他的钱还有保险赔的, 可够咱们张家人后半辈子一时无忧了。 原来, 他们这么早就计划好了。 他们说着, 走向我和张阳的卧室, 推开门, 才发现我坐在床上收拾行李。 张晓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慌乱, 嫂子, 你怎么走得那么急,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静静地看着这两个人, 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下午回的, 张晓观察我的表情, 见我没什么异样, 放下心来, 用胳膊肘戳了戳婆婆。 婆婆猛地跪下, 在墓地板上给我磕了一个响头。 她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不轻不重地山, 自己嘴巴子。 儿媳妇啊, 我的好儿媳啊, 张阳后半生没救了, 我又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 咱家以后可就指望你了。 我抬眼, 看见张晓早就拿出了手机, 用摄像头对着我的脸。 正合我意, 我走到婆婆面前, 跟她面对面地跪在了一块。 婆婆诧异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用力地抓住手腕, 对着自己的脸, 左右开弓。 你, 我的哭嚎没过了婆婆的求救, 婆婆, 打在你身痛在我心, 您别再打了, 有什么话, 我们好好商量。 我真的受不了张阳去外面瓢, 手机里还加了一百多个小姐, 全都有她的转账记录, 这换做是谁能受得了, 张阳过去, 但凡对我有一丝的真心, 从来没对不起我。 今天她哪怕是死了, 我也肯定会照顾您的后半辈子, 把您当亲妈对待。 婆婆, 张阳婚前就把工资全部交给您保管了, 您直接用那笔钱来给她请护工吧, 您放心, 就算我跟张阳离婚了, 也会定期给您赡养费的。 就看有没有命拿这笔钱了。 我跪在婆婆面前, 披头散发, 不停摇头。 嘴里虽然好声好气, 但手里力度不减, 长长生风。 婆婆被我控制着手, 不停地扇自己, 嘴都被打歪了, 接连十几下, 愣是吐不出一个字。 张小看着视频, 后知后觉, 杂母出不对位, 轻呼一声, 赶紧过来拉开我们。 我趁乱还往她身上砸了几拳, 这才心满意足地退到一旁。 婆婆被我扇得脸歪嘴斜, 瞪着眼睛, 满是怨恨地看着我, 像是恨不得要把我生吃了。 我捂着脸痛哭, 婆婆, 你别再逼我了, 我虽然没了父母, 但也不会因此, 就把余生都寄托在一个婚后不断出轨的男人身上, 你和小姑子都是女人, 你们应该更能理解我的感受。 说完, 我拿起行李, 推开他们扬长而过。 低头一看手机, 朋友和同事们十几条发来的消息, 竟然都是安慰我的。 林瑶, 为了一个出轨的男人不值得, 张扬就是个衣冠禽兽, 她妈现在是想捆绑你照顾张扬的下半辈子, 你可千万别犯傻。 你婆婆太吓人了, 需不需要我去帮忙, 你有事直接给我发消息。 原来张晓为了抹黑我的名声, 直接开了直播。 可惜画质太差, 再加上网络延迟, 在直播间里吃瓜的几万名观众都以为是婆婆自己打自己, 我拦不住。 现在网上都在骂婆婆道德绑架而袭的, 还有骂婆婆是太子妈的, 甚至还有人在医院偷拍了我和婆婆撒泼的画面, 都知道了张扬是因为去见小三才出的车祸, 顿时骂得更凶了。 和上辈子我被众人骂没良心, 被网爆的场面截然相反。 我哼笑着, 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心中十分畅快。 可相比起我的惨死, 张扬他们一家人的下场, 远远不够。 当初瞒着我买了大额, 人身意外险, 骗我挤养了十几年张扬私生子的, 把我推下楼的罪魁祸首, 都是张晓。 我手里没有他和张扬出轨苟合的证据, 再加上刚才那么一闹, 张晓早就对我有所防备, 恐怕没法再从他和婆婆那里套出什么线索了。 我私存片刻, 直接把刚才在家里婆婆和张晓的对话录音, 发给了张晓的老公。 我这个妹夫职业特殊, 属于半个社会人士, 平时纹着花壁, 戴着金项链, 面相看起来十分蛮横, 说一不二, 但对张晓也算得上用心。 他和我一样, 也被张家人瞒在鼓里的怨中。 上辈子替张晓养了十几年的儿子, 给张晓买车买房买包, 要什么给什么。 那他老婆做的坏事, 就由他来处理吧。 我翘起唇脚, 头一回希望一个女人被家暴。 那场面简直不要太好看。 第二天, 我照常去上班。 上辈子的这个时候, 原本是我要升职的关键时刻。 可张阳车祸没多久, 我经历过一场网暴, 我被婆婆和张晓联合起来, 扑啊了一通, 觉得全都是自己的错, 羞于贱人。 索性直接辞职, 在家当起了全职保姆。 但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人生了, 我不允许自己再重蹈覆辙, 回到过去那个泥潭里。 我静止走到自己工位上, 有几个同事到得更早, 看见我来, 开始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起来。 这种明知是在谈论自己的感觉, 上辈子让我头皮发麻, 坐立难安。 现在我很清楚, 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所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毫不客气地望过去。 同事接触到我的目光, 愣了一下, 随后主动推着椅子, 坐到我身边, 临摇, 你真的是无备楷模。 和我预想的不同, 我瞪大眼睛。 什么? 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 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还能处理好家里这些事。 我觉得你活得很清醒, 值得我们向你学习。 我张了张嘴, 他又说道, 我知道你家的事, 正好我老公就是律师, 也认识好几个专门做离婚诉讼的律师,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可以找我, 我帮你找律师, 你可千万别向你婆婆妥协。 没想到从前让我如坐针毡的目光, 其实满含善意, 却被我误以为是讥讽和嘲笑。 我不知道自己还因为张扬他们一家, 失去了多少。 沉默片刻, 我冲他笑了笑。 放心吧, 冰来降挡水来吐掩, 我不会认输的。 话音刚落, 屋外传来嘈杂的声音, 我站起来, 寻声望去。 婆婆和张小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张扬, 想直接闯进单位来找我, 但是门卫不让, 他们直接开始骂街, 潮路过的人吐口水。 门卫伸手拦住想要硬闯的婆婆, 她顺势躺在地上, 拍着大腿, 哭着喊疼。 造孽哟, 我儿子都这样了, 儿媳不闻不问, 还联合外人来一起欺负我个老婆子。 我在她难听的嘶吼中, 走了出去。 婆婆见到我, 赶忙爬起来, 结果差点一头撞在护栏上。 我和门卫下意识伸手去接, 却被站稳的婆婆狠狠推开, 随即立马换了一副 殷妾的面容。 可我和婆婆生活了几十年, 自然没让她那恶毒的视线逃过, 我心中冷笑。 你看, 对待恶人就不该和善。 婆婆和张晓开始在人前唱红白脸。 张晓伴好人, 说多谢我过去照顾他们一家人的恩情, 她还让我不要介意, 希望能够兵士前嫌, 和我一直做顾嫂。 婆婆则指责我。 而媳妇, 一日付七百日恩, 杨阳现在正是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 她一边抹眼泪, 一边抓住单位的二把手。 撕心裂肺的豪道, 我儿子一介博士, 还是大教授, 当年多的是女孩, 想要跟她结婚。 她为了你, 把所有人都拒绝了, 说什么也只要你一个, 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妈。 这些我都认了, 可现在她要不行了, 你就这么带她, 林瑶, 做人可是要讲良心的。 领导, 这就是你们单位的下属, 我倒是要看看, 凭什么招她这样的女人来上班,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去问你的领导, 实在不行, 我就去问市长, 今天总得给我一个说法。 领导本来就因为我结婚, 每天忙着家里的事情感到不满, 不喜欢我很久了。 婆婆这么一闹, 她皱着眉, 看向我。 林瑶, 这里是单位, 你家里这些事, 要是处理不好, 那我就给你放长假, 等你处理好了再回来上班。 我不需要一个人品不好的下属, 事已至此, 哪里还有让步的机会。 更何况, 如果我真的因此退让, 恐怕婆婆和张小就会从此拿捏住我, 一有事就来单位闹, 就像上辈子那样, 害我失去工作。 只要我一旦露窃, 这对蛇仙母女就会立刻将我拖回泥泞。 我一字一句道, 领导, 我自认能力不差, 分内的工作从来没有出过岔子, 你可以不分清红皂白, 但我问心无愧。 如果你敢辞退我, 或者背后搞我, 那我也一定会去向大领导举报你, 拉你下马。 因为, 我也不需要一个不信任下属的领导, 你敢威胁我。 二把手目自欲裂, 脸色铁青, 我不为所动, 勾了勾唇脚, 指着婆婆身上的金耳环金吊坠。 张扬的工资我从来没管过没碰过, 你和你女儿身上从头到尾哪样不是我花钱买的, 就连张小平时好吃懒做不上班的零花钱, 还有你的社保也都是我给的, 可我从来没计较过。 原本我念在过去的感情, 还想给张扬留三分之一的财产治病, 既然你说我没良心, 那我就要他净身出户。 许久不说话的张小, 忽然痴笑道, 你蒙谁呢? 法律上可没有净身出户这个说法。 他眼珠子一转, 透露出精明和算计。 要离婚也可以, 房子有我们的一半, 我哥挣的钱都赠予我妈了, 你拿不到一分钱, 而且我哥变成这样, 也有你一半责任, 你得每个月给我们打钱让我哥治病, 否则我天天来你们单位闹。 犯罪还想要钱? 我盯着张小那张茫然的脸, 有点想笑。 什么罪? 他疑惑地问道。 我没说话, 下一秒, 张小的老公怒气冲冲地从外面走进来, 闻着猛虎下山的臂膀青筋抱起, 手里还拿着一打指。 看来他听完录音以后, 用了点手段去查证, 而且证据应该比我想象的更加直接。 果不其然, 张小梅发现他老公出现在身后, 他随着我的视线向后望去, 还没来得及惊讶, 就被一巴掌掀翻在地。 李德志指着他鼻子骂, 见人, 一个, 还赶他妈的绿老子。 我以前就奇怪, 你都快三十了, 跟你哥的关系怎么还这么好? 每个月都要一起去旅游, 原来是老乡好。 我这个妹夫和单位大领导有些交情, 我也因此沾了光, 才能在岗位上不受二把手欺负。 现在二把手一看到他也来了, 顿时闭上嘴, 找了个机会就溜进办公室里了。 我瞥了眼轮椅上神志不清的张阳。 从来没听说过他和张小旅游的事情, 每个月骗我说要出差, 其实都是在陪自己的情妹妹。 李德志狠狠把手里的纸摔在他脸上, 我弯腰捡起来看。 全都是张阳和张小在不同酒店开房的监控截图。 画面里他们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比张阳和我在一起都还要亲密。 我曾经真以为他排除万难, 想要娶我。 现在想来, 大概是上辈子的我比别的女人好骗。 要不是我查出来张阳在隔壁市给你买了房子, 你们在那边当恩爱夫妻, 我都不敢相信监控是真的。 老子要告你重婚罪, 要你把这些年穿我的用我的, 全给我吐出来。 他又接连连踹了张小脊脚, 把本就瘦弱的女人打得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由不解气, 又猛踢向张阳的轮椅。 张阳直接扑倒在地, 他手背还插着刘志珍, 磕到坚硬的地面上, 顿时雇勇出一大滩血。 婆婆健壮, 急得直叫唤, 可没人愿意帮他们。 张阳躺在地上, 眯着眼睛看我, 眼眶通红, 眼神像在哀求。 我冷漠地垂下眼帘, 不看他。 因为我死过一次了, 心肠早就硬了。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把张阳拉回医院。 但是听说, 婆婆是趁护士交接班的时候, 偷了轮椅把他推出来的。 医院最怕拎不清的家属捣乱, 生怕婆婆直接把张阳害死, 还栽赃到他们头上, 当场拒收了张阳。 这家医院是市里最好的脑科医院, 婆婆说破了嘴, 也没让医院网开一面。 最后, 她推着虚弱的张阳, 在路边大哭, 原本还有几个替他们求情说话的人, 听了前因后果, 也纷纷摇头离去。 因为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偶然经过医院附近, 看到了这幕。 婆婆这一刻的眼泪, 应该是她为数不多, 最真切的一次。 我择了一声, 将律师为我列的财产分割清单, 发给了婆婆和张晓。 哦, 张晓应该没空看, 她老公现在正闹呢。 我趁婆婆和张晓自顾不暇, 又回了趟家, 将他们房间里放着的, 所有的金银首饰, 还有现金, 全都打包拿走。 半个月后, 在离婚诉讼的法庭上, 婆婆要告我盗窃。 可她和张晓的贵重物品, 都是我买的, 要不就是他们不问自取, 自己拿走的。 我只不过是将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婆婆连个票据都没有, 法官看了都摇头。 最后, 我向法院提交了张杨和张晓每个月同居的证据, 请求法官以张杨重婚罪, 视为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破裂的证据, 判处我和张杨离婚。 法官同意了。 但由于张杨情况特殊, 今后生活不能自理, 所以还是保留了一部分财产给她。 相比起上辈子一无所有, 我已经满足了。 拿着判决书, 对不负往日威风的婆婆, 摆了摆手。 我离开法院, 浑身松快。 因为这也代表, 我离开了过去噩梦般的人生。 那天晚上, 江楚宁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盯着手机屏幕, 犹豫片刻, 给她打了个电话。 想了很久, 她才接起来。 楚宁, 承诺你的事情, 我没有忘记, 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搜寻证据了, 你再等一等。 我听到手机里传来风声, 和汽笛冥响。 江楚宁的声音隐约带着哭腔, 我只是想恭喜你能够脱离苦海, 姐姐。 我心底突兀一跳, 涌起强烈的不祥预感。 楚宁, 我听说明天是学校百年校庆, 我尽量放清自己的语调, 学校也给我寄了邀请函, 我会去参加, 你能陪我去逛一下母校吗? 她没说话, 我有些着急, 站起来拿着车钥匙, 就往外走。 走到一半, 我忽然停住了,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江楚宁更多的信息。 楚宁, 我还知道你今年拿了果奖, 难道你愿意放弃掉自己努力争取来的荣誉吗? 不愿意。 江楚宁在那头深吸了一口气, 听起来迷茫又委屈。 她痛苦极了, 但是我的奖金被取消了, 有人举报我成绩造假, 学术不端, 学校里好多人骂我是学术打击, 没人愿意听我辩解。 你有我, 我会听。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开始拼命一路狂奔, 楚宁, 如果就连你自己都放弃了, 那姐姐该怎么去帮你,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她沉默着, 但我还能察觉到细微的呼吸, 至少证明她没有做傻事。 暂住的酒店离大学城 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我本来想开车去接她, 但是情况危急, 我甚至连鞋都顾不上船, 直接赤脚出了门。 坐了几年办公室, 当了几年的家庭妇女, 这短短的路程跑得我面目猙獰, 但还好, 让我在图书馆的楼上 发现了江楚宁摇曳在风中的身影。 见到我, 她睁大了眼睛, 你怎么知道? 你给我下来。 我顾不上关心, 大声吼道。 你比我年轻那么多, 学历也比我高, 长得也漂亮周正, 你还有大把的前途, 连我都能走出来, 你为什么要为一个遭了报应, 半身不随的人渣, 断送自己的未来, 放弃自己寒窗苦读十几年? 她眼眶变得更红了, 泪水止不住地流。 为什么她做错了事, 被惩罚的却是我? 月光浸透了江楚宁的发丝, 我不知道她今晚经历了什么, 心头一睹, 也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张扬啊, 张扬, 你最该万死。 少女还站在天台边上, 我只能慢慢地, 一边摇头, 一边朝她移动, 我向她伸出手, 我会帮你惩罚她的, 你可以相信我。 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 江楚宁目光迟疑地落在我的脚上, 或许是看清我光裸着, 被沙石划破的两只脚, 她顿了一下, 控制不住地扑进了我的怀里。 叶风凉得我心颤颤, 我抱着江楚宁, 轻拍她的后背。 姐姐, 她低声说道, 我知道哪里, 有能够让张扬定罪的证据。 我带着江楚宁回到酒店地下车库, 她看了又看, 最终抬起手, 指向行车记录仪。 这辆车虽然是爸妈给我买的, 但婚后为了给张扬撑场面, 车一直是她在用, 我因为很少外出, 所以从不过问车的事情。 我取下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存卡, 插在读卡器里, 导出了里面的所有视频。 翻找了十几分钟, 我才在最后找到了江楚宁说的证据。 只差一点, 就被自动覆盖了。 看完视频内容, 我仍然觉得胆战心惊, 恨不得亲自手认了张扬。 我问江楚宁, 视频很有可能被流传到网上。 你,不害怕吗? 她轻轻反握住我的手, 开口说话的时候, 嗓音还在颤。 没有什么比那段时间更恐怖了。 而且,我想明白了, 姐姐你说得对, 做错的不是我, 我不应该用别人的错来惩罚我自己。 我点头, 将视频和在校园网上造谣的人的截图和录屏, 一股脑的全部发给了律师。 对面还在深夜办公, 过了几分钟, 发过来几个愤怒的黄豆表情。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孩子找回公道的。 夜深了, 江婉宁抱着我的手臂, 沉沉睡去。 即使在梦里, 她还皱着眉头, 睡得并不安心。 我边翻看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 一边轻轻抚摸她的眉心, 过了很久, 她才发出了清晰平缓的呼吸声。 突然, 我看着其中一个视频, 眯起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 我就陪着江楚宁去了学校。 因为校庆的缘故, 今年每个获得是集以上奖学金的学生, 都将获得一张奖状。 因为来参加的校友, 不乏社会各界名流, 学校也在借此, 向他们推荐校内年轻有为的人才们。 台上的校长念出最后一个国奖获得者的时候, 我身边的江楚宁明显抖了一下。 她的名额就这么被轻易取消了。 正当我四季准备开口提出异议, 江楚宁却先一步站了起来。 校长先生, 您好, 我是颜二的江楚宁, 在研究生期间, 我发表过三篇核心期刊, 成绩排名和综合排名都是专业第一, 实践时长和分数也是班里最久最高的。 同专业申请除我以外只有两个人, 为什么我的名额却被取消了? 刹那间, 我钦佩她的勇敢。 尽管她的嗓音在发颤, 甚至有停顿, 但仍然一往无前地顶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下一秒, 我听到有几个男生讥讽的笑声, 论文是怎么发表的, 难道心里没点避数吗? 要不是张扬, 我估计她连研究生都没法读, 我瞪了她们一眼,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将楚宁的目光落在她们身上。 她坦坦荡荡, 晨曦, 林扬, 考研的分数和副试分数, 我都是第一。 我们一起参加过的英语竞赛, 只有我拿到了名次, 我们一起写的论文, 谁贡献的最多? 你们心里有数, 如果连我都不配读研究生, 那你们就更加连坐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她字字句句, 质地有声, 说得那两个男生面红耳赤, 紧接着, 将楚宁看向台上。 我将楚宁, 实名检举我的导师张扬, 利用职权对我进行强迫。 现场一片哗然, 她身为大学教授, 却婚内出轨, 性骚扰女学生, 私生活混乱, 臭名在外, 学校却对此不闻不问, 甚至放任留言和举报, 随便取消学生的奖学金, 张扬她, 根本就不配做一个逃离满天下的教书人。 律师将视频在平板上播放出来, 递给了校长, 但播放出来的张扬的声音, 仍然清晰可变。 她仿佛是一个恶魔, 不断在威逼利诱着无辜的弱小的女学生。 看着校长愈发严肃, 低沉的面容, 我攥了一下江楚宁的手, 她手心都湿透了, 汗津津的。 她没有看我, 下额绷得很紧, 像个顾勇的女战士。 过了很久, 校长抬起眼, 郑重说道, 江同学, 我一定会亲自彻查这件事情, 给你一个交代。 江楚宁这才松懈下来, 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 但她的表情却浮现出很复杂的情绪, 既兴奋又茫然。 我真的, 做到了吗? 学校会让这件事有一个结果吗? 会的。 我轻轻抱了抱她, 我会陪你, 一直到整个事情水落石出, 坏人接受真正的惩罚。 江楚宁望着我, 眼底闪过一丝难掩的动容, 姐姐,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 我还没开口, 礼堂大门口走进来两名警察, 他们静止走向我, 开口道, 林瑶女士,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你的婆婆要求见你, 情况很危机。 我沉默片刻, 挑了挑眉, 正好, 我也要见她呢。 走到外面, 我看到婆婆站在昨天江楚宁 想要跳楼的那个天台, 视线不断在人群中搜寻。 四目相对, 她看着我, 情绪激动, 林瑶,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你想要把我和我儿子活活逼死, 才肯罢休。 你现在把我儿子名声搞臭了, 我以后还怎么见人, 你要赔偿我和我儿子的精神损失, 否则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一个月没见, 婆婆似乎变得瘦小了一些, 整个人又黑又干, 仿佛老了十岁。 那又如何, 就算她死了, 也是她最有应得。 可尽管嘴上这么说, 婆婆的手还紧紧把在栏杆上, 她只是想要钱, 狮子大开口, 跟我要五十万。 我忍不住冷笑, 用手机打通了婆婆的电话, 对里面说道, 真正的杀人凶手, 明明是你和张小, 我将保存在手机里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交给警察, 婆婆表情瞬间慌乱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 你想陷害我是不是? 如果不是帮江楚宁找你儿子的犯罪证据, 我也不会碰巧在行车记录仪里, 看到你和张小故意将刹车弄出故障的视频。 你和张小狼被围奸, 早就给我买了保险, 想要害死我, 骗取保费。 但是没有跟张阳提前串通好, 那天原本要开车出门的是我, 可谁知张阳为了赶着去酒店, 提前把车开走, 才造成了红灯车祸。 上辈子, 我被婆婆洗脑以后, 没有继续坚持离婚, 整天待在家里, 照顾只能躺在床上的张阳。 张阳离不开人, 所以我哪也不能去, 就更没有再碰车的机会。 而这一世车在4S店修好以后, 就一直放在地下车库落灰, 我还没有开过, 这才又逃过了一劫。 所以昨天发现这个视频证据以后, 我直接叫人把车拖去检修故障, 证据很快就成递到警察面前, 由于4S店的疏忽, 失灵的刹车还没有被修好。 我看都不看婆婆一眼, 转身对警察开口说道, 我要报案, 我婆婆和张晓故意谋杀。 婆婆在电话那头, 急得慌不着陆, 不等我继续说, 就挂了电话。 紧接着, 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了一声惊呼。 婆婆想从栏杆上翻回去的时候, 竟然脚底一滑, 直接从7楼摔了下去。 看着她坠落的身影, 我心底也跟着咯噔了一下。 好在救援人员早就在底下铺了气垫, 承接住了婆婆。 但是因为婆婆年纪大了, 似乎闪到了腰, 没法下地行走, 直接被担架抬走了。 其实她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我报警。 因为她和张晓的所作所为, 最终受害者是张杨, 要起诉也应该是张杨起诉。 但我知道张杨会给婆婆写谅解书的, 更何况婆婆年纪大了, 即使被判刑了, 也不需要坐牢。 她只是心虚了, 而她的心虚也让她遭了报应。 后来, 婆婆被送到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 才出院。 但是因为她上了年纪, 骨质疏松, 扭伤的腰椎落下了长久的疾病, 到死都没办法再直起腰来。 如我所想的, 张杨没有起诉婆婆和张晓。 张晓离了婚以后, 被用特殊手段净身出户, 听说她离开李家的时候, 身上连个包都没能拿走。 她好吃懒做, 不学无术, 最终只能赖回婆婆和张杨身边。 但是因为房子的产权被我收回, 学校查清了江楚宁的事情以后, 也开除了张杨, 收回了社会捐助, 彻底断了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 张家一家三口, 只能搬回过去的老小区, 挤在四十平的小房子里, 风雨飘摇。 婆婆因此怨恨起了张晓, 每天不是打就是骂, 逼着张晓给自己的儿子端屎端尿。 张杨上半身还能动, 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有时候脾气上来了, 也会拿张晓发泄。 上辈子, 张杨即使瘫痪了, 也能凭着自己教授的名称 在网上给学生授课, 尚且还有些微薄的收入。 而这一事, 名声尽毁, 张杨什么也干不了, 在知道自己是因为亲妈和情人的所作所为, 才落得此下场后, 她的脾气愈发暴躁, 邻居之间, 每夜都能听到张晓滴滴的哭泣和哀求。 没过多久, 张晓实在吃不了这苦头, 趁婆婆出去打牌, 卷了她所有的现金跑路, 再也没有回去过。 而那十几万是婆婆最后的棺材本了。 她哭着跑到大平层门口求我施舍的时候, 我不在家。 正在学校参加新生入学仪式, 将楚宁作为学生代表, 给新生进行演讲。 她一扫我初见时的音域低沉, 变得开朗、明媚、谈笑自若、 落落大方, 身上的每一处都焕发出活力。 四目相对, 我朝江楚宁微微一笑。 她顿了顿, 眼神愈发坚定。 她说, 我人生中最感谢的, 是一位女士, 她教会了我很多, 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坚强和强大。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 失败的婚姻不应该是人生的败笔, 而是对女性的第二次洗礼, 是成为大女主之前最后一次磨难, 女性真正的强大, 是在认识到弱小就是原罪之后的清醒, 是在经历过痛苦和纠结之后, 迸发出的蓬勃力量。 随着她的话, 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发现指尖湿润。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热泪盈眶。 江楚宁看着我, 一字一句道, 若你决定灿烂, 山无遮, 海无蓝。 在漫天的礼花和海浪般不息的掌声中, 我走上台, 以单位二把手的身份, 给江楚宁进行了颁奖。 老公的白月光回国了, 她拿出支票作为补偿。 婆婆嘲讽我这只不下蛋的母鸡, 要滚蛋了。 小姑子和老公的狐朋狗友, 笑我好日子到头了。 我吃笑, 直接给哥哥打了个电话。 一,元旦酒会。 我穿着一条酒红色的晚礼服, 偏偏下楼,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对爱出风头的我来说, 众人的目光, 无疑是最大的褒奖。 我一撩头发, 下了最后一级台阶。 你嫂子看上去, 气色挺好的呀。 是小姑子和她的塑料小姐妹在谈论我。 小姑子幸灾乐祸地哀压了一声, 死称霸了, 她知道蒋瑶回来了, 天天愁容满面, 唉声叹气的。 蒋瑶是我老公的初恋情人, 也是她的白月光。 她竟然回来了, 我走过去拿起一杯香槟, 刚要喝, 耳边就又响起了婆婆的声音。 她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 结婚都三年了, 也没给我们家添个一儿半女的。 如今蒋瑶回来了, 她终于要滚蛋了。 又是蒋瑶。 我现在才知道, 蒋瑶不仅是我老公的白月光, 可能也是他们全家的白月光吧。 这时, 我老公出现了。 我拿着香槟走过去, 轻力地挽住她的胳膊。 秦川, 我爱了一整个青春的男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还是这么好看。 不过这一刻, 我隐隐感觉, 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 我勾起唇, 朝秦川举起酒杯示意, 秦川, 我们喝一杯。 秦川垂眸看着我, 这么多年了, 她看我的眼神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我轻笑了一声, 抽出自己的手, 仰头把剩下的香槟一饮而尽, 朝她晃了晃空酒杯, 走开了。 几乎所有人都看向我, 好像我这能有什么大热闹一样。 也对, 我老公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这个秦太太也该让位了,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吧。 这一瞬间, 这段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感情, 对我来说, 突然变得很好笑。 我上楼回到房间, 正在摘耳环呢, 秦川也进来了。 他走过来, 直接递给我一张支票, 桑鱼, 这是两百万, 就当我给你的补偿。 我从镜子里看着秦川, 你这是要跟我离婚? 秦川和我坦白, 蒋摇回来了, 他这几年在外面受了很多苦, 我不能不管他, 所以, 为了蒋摇, 你要和我离婚。 我打断他的话, 秦川顿了一下, 然后说, 是。 我摘下耳环, 放到梳妆台上, 站起来转过身, 行。 似是没料到, 我会这么痛快答应离婚, 秦川愣住了。 其实也没什么, 他既然不喜欢我, 那我抓着他干什么。 八年了, 我努力过了, 也没什么遗憾了。 我拿着手机往外走, 秦川在身后喊住了我, 桑鱼, 支票。 我回头看冷笑了出来, 那点钱,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秦川, 出了房间, 拨通了我哥的电话。 哥, 结婚游戏不好玩, 我还是回家继承家业吧。 二, 我和秦川结婚, 其实是和我哥打的一个赌。 一开始, 家里人怎么都不同意我和秦川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知道秦川不喜欢我。 可是我爱他, 爱到近乎魔争的地步。 可嫁不住我对秦川一心一意, 非他不嫁, 全家人都拗不过我, 最后我哥说给我三年的时间, 如果这三年, 我能让秦川死心塌地对我, 他们就同意我和秦川在一起, 否则就离婚。 三年过去了, 秦川不但对我没有死心塌地, 还为了白月光要跟我离婚。 这场游戏, 我输了。 行, 那就离婚呗。 我回家继续走我的阳关道, 秦川这么喜欢过独木桥, 那就让他过好了。 简单收拾一下东西, 我走得干脆利落。 看到我拎着行李箱, 大家就什么都明白了。 看来, 蒋摇在秦川心里的地位, 还是无人能撼动啊。 那当然了, 蒋摇多温柔啊, 我们男人都喜欢这样的。 泽泽, 没想到桑鱼的好日子, 这么快就到头了。 过了三年的傅太太生活, 离开傅好老公, 以后她可怎么办啊? 也就对这群人来说, 秦川算是傅好, 对我, 她还只是个穷光蛋呢。 我在外面等了没多久, 我哥就赶来了。 走吧, 剩下那些东西就不要了。 我哥轻轻拍了拍我, 妹, 别难过。 我淡淡一笑, 我不难过。 没什么好难过的, 我努力过了, 就算最后没成功, 我也没有遗憾。 人生那么丰富多彩, 我没必要被这场 不靠谱的爱情绊了一跤, 就常跪不起。 何况, 这世上又不止秦川一个男人。 回到家, 爸妈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妈拉着我, 都快哭了出来, 你说说你图什么。 这几年受了这么多苦, 闺女都回来了, 别哭了, 脱离那个苦海, 以后就都是福了。 我爸也忍不住掉泪了,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秦家还是有个 几亿资产的, 虽然在京都 根本排不上号, 但这三年来, 秦川倒也没有缺我钱花。 其实, 当年他之所以答应和我结婚, 不过是因为蒋瑶离开了, 他心灰意冷, 觉得既然没了蒋瑶, 那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觉得有愧于我, 在金钱上对我十分大方。 我哥小时候还被绑架过呢, 所以家里人把我保护得特别好。 爸妈从小就教育 我要才不外露, 否则会引来祸患的。 可能这给秦川 造成了我很穷的错觉, 拼命在金钱上补偿我。 三, 第二天上午, 我哥送我去民政局 办离婚手续。 我俩刚下车, 就看到了秦川的车子。 他也下了车, 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女人, 正是蒋瑶。 说起来, 我和蒋瑶还是同班同学。 我走到秦川面前, 走吧, 秦川扫了眼我身后的那辆麦巴赫, 微微瞇了一下眼睛, 他是谁? 我勾唇浅笑, 跟你没关系。 秦川脸色极冷, 桑鱼, 其实你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对吗? 我对秦川的倒打一耙, 感到很恶心, 没了耐心。 快点进去吧。 秦川又看了眼我哥的车子, 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怎么了? 又不想离婚了? 蒋瑶还在你车里等着呢? 秦川幽暗的视线看着我, 默了默, 转身进去了。 我跟着他进去, 申请了离婚, 冷静期一个月。 出了民政局, 我要上车, 秦川却叫住了我。 桑鱼, 如果两百万你嫌少, 我可以给你家, 你想要多少? 我回头, 轻笑了一声, 你那点钱还是留着娶媳妇吧。 你其实并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喜欢我, 对吗? 秦川突然问我。 我和秦川结婚三年, 他都没和我说过几句话, 今天却和我说什么喜不喜欢, 他不觉得很可笑吗? 秦川, 我之前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现在无感了也是真的,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秦川没再说话, 我上车了。 我哥问我, 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脸, 我很诚实地回答。 我哥, 他让司机直接回公司, 都不给我缓冲的时间, 就把我按到了总监的位置上。 我刚坐下, 一个文件夹就落到了面前。 这个项目交给你负责, 先看看资料熟悉熟悉。 说完我哥就往外走。 我问他去啊, 他说, 去找你嫂子。 我打开资料看了看, 一阵头疼。 这是项目吗? 地皮还没劈下来呢, 谈什么项目? 好吗, 我得从地皮开始谈起。 不过, 让我从头跟这个项目, 我反而更有干劲。 我立刻打电话给助理, 让他联系人, 约饭。 没错, 男人可有可无, 女人必须得有事业。 四, 犯约成功的那天, 我接到了秦川的电话, 他让我去他家拿我留下来的东西。 我说我不要了, 刚要挂电话, 耳边就又响起了秦川的声音。 还有一些你私人的东西。 那就回去一趟吧, 我亲自把东西都丢了, 或者捐出去也放心一点。 到了秦家, 他们都在。 秦川的妹妹秦晴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开口, 哟, 你这么快就又掉到凯子了。 身上这套衣服可价值不菲啊。 我低头看了眼, 这套还不到三十万就价值不菲了。 你很穷吗? 秦晴一叶, 你, 我没再搭理他, 带着我的人上楼, 把那些东西都装起来, 让他们捐了。 这些都是我花自己钱买的, 至于当时秦川给我的钱, 下楼之后我告诉秦川, 你之前给我的钱都放在银行卡里了, 就在床头柜里。 秦川一顿, 脸色有些异样。 他顿了一下才开口, 桑鱼, 你现在有地方住吗?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走人。 姐姐当然有地方住了, 姐姐家就在皇宫旁边。 出了门, 我竟然看到一个熟人, 是蒋瑶。 他看上去像是哭过了似的, 看到我, 他眼神立刻躲开了, 我就没和他打招呼。 往外走的时候, 听到庸人在议论, 那个蒋瑶还真能豁得出去, 那么哭, 也不怕丢人。 他不哭不闹, 秦先生能答应把夫人的东西都处理了, 给他疼地方吗? 秦先生什么眼光? 夫人那么好看。 夫人真可怜, 蒋瑶就是个小三。 才不可怜, 听说秦先生给了夫人不少钱做赔偿呢, 那玩意不比男人香? 嗯, 我赞同地点点头, 确实, 钱比秦川香多了。 但他的钱我没要, 就那么点, 我看不上。 我得先去谈项目。 晚上八点, 我在酒楼的包厢里等着, 五分钟之后,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来了。 是我的一个侍博, 我一直叫他李伯伯。 我请李伯伯吃饭, 当然是想让他把地批给我, 可他为什么还带个不相干的人? 李伯伯对我笑了笑, 小鱼啊, 介绍一下, 这位是许廷申, 许是集团的总裁。 许总, 这位是桑鱼, 是万圣集团董事长的千金。 许廷申看着我淡淡一笑, 然后朝我伸出手, 你好, 桑学妹, 好久不见。 李伯伯很惊讶, 原来你们认识啊。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 含笑点点头, 和许廷申握手, 是, 我们一个大学的, 许学长, 好久不见。 李伯伯有点为难,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让我和许廷申自己竞争。 我原本对那块地势在必得, 可没想到竞争对手是许廷申。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这家伙还被我骂了一顿呢。 五, 上学的时候, 许廷申是整个京都有名的霸王, 制霸我们学校就算了, 连带着外孝的都被他打怕了。 这些都和我没关系, 我骂他是因为他总欺负秦春, 秦春学习好, 大学霸, 他从不靠家里, 甚至靠自己的实力拿了全额奖学金, 还给我们学校争得了好多荣誉。 许廷申就是极度秦春, 所以才处处针对秦春的, 所以一气之下我就把他给对了。 那次是各系之间的篮球友谊赛, 我们系秦春上场。 和许廷申比赛的时候, 他竟然一球把秦春的鼻子给砸出血了, 秦春当时直接晕了过去。 确定秦春没事之后, 我把许廷申堵在了教学楼门口。 许廷申, 我知道让你去给秦春道歉, 你肯定不去。 没关系, 秦春也不稀罕, 不过你也是大人了, 该懂事了, 别整天像个混蛋一样到处乱晃。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有一天, 我和许廷申会以这种方式再见面。 聂元啊, 说实话, 我有点想打退堂鼓, 我明明是一个很喜欢争取的人, 对, 我应该争取。 我站起来, 给李伯伯倒了杯酒, 李伯伯, 我先敬你一杯。 李伯伯喝了酒, 然后笑了出来, 小鱼啊, 昨天听你爸说, 你回自家公司了。 之前他还和我诉苦呢, 说你哥忙自己的公司, 你还不肯回去, 他都要愁死了。 如今你回来了, 你爸可轻松了。 我笑着点点头, 嗯, 以后我会接管公司, 到时候还请李伯伯多多照顾呢。 李伯伯扫了许廷申一眼, 岔开话题, 对了小鱼, 现在有男朋友没有。 我感受到许廷申的目光, 当时我在学校里追求秦川人尽皆知, 许廷申不可能不知道。 为了不让许廷申和我作对, 我决定跟秦川撇清关系, 事实上, 我们很快就要没关系了。 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续呢, 冷静期一个月。 李伯伯惊讶之余点了点头, 又岔开了话题。 但其实没必要, 婚姻并不是我的雷点。 九过三旬, 开始谈正事了。 许廷申原本家里就有钱, 别看外面都说我哥是首富, 可真正顶级的大佬是像许家这样的, 富豪榜在人家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我有点担心争不过许廷申。 没想到许廷申却说, 既然桑学妹想要这块地, 那我就退出。 这可是真的。 六, 我拿到那块地了。 送了李伯伯上车, 目送着他的车子离开之后,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许廷申。 许廷申也看着我。 这么多年没见, 他可比以前成熟儒雅多了。 而且我突然发现, 许廷申长得比秦川好看多了。 当年我之所以讨厌他, 一是他总处处针对秦川, 是秦川的死对头,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恶名在外吧。 但仔细想想, 许廷申和我一点丝绸都没有。 我勾唇笑得得体, 学长,谢谢你啊, 改天请你吃饭。 许廷申意味深长一笑, 没什么, 小事一桩, 况且我只是失之冬鱼而已。 我很诧异, 许廷申变化竟然这么大, 也没记我当年对他的仇, 还不跟我抢那块地, 我是真的挺感谢他的。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含笑朝他点点头, 上车了。 桑学妹, 许廷申喊住了我。 我转身看他, 学长, 还有事吗? 许廷申拿出手机, 加个微信,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我还以为不吃了呢。 和许廷申加上微信之后, 我就上车回家了。 之后一直忙着项目的事情, 其他事都被抛到脑后了。 离婚的事情, 还是我妈提醒的我呢。 我这才想起来, 立刻给秦川发微信, 约他明早民政局门口见。 第二天依旧是我哥送我去的, 他在车里没下车。 秦川也到了。 还有蒋瑶, 这一次蒋瑶也下车了。 他含笑朝我走来, 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的, 可比之前神色好多了。 桑鱼, 好久不见了。 我勾了勾唇, 也没多久, 上个月我还见过你呢。 蒋瑶, 我又看向秦川, 走吧, 进去签字。 走了两步突然发现秦川没跟上来, 回头见他还站在那里, 我有点不耐烦了。 秦川, 你快点。 蒋瑶小幅度推了秦川一下, 秦川这才朝我走来, 和我一起进了民政局。 签字的时候, 秦川的笔就握在手里, 可却迟迟不动。 我完全失去了耐心, 秦川, 你别逼我找人来按着你签字。 秦川突然冷笑, 你就这么着急跟我离婚? 这人脑子不正常吧? 明明是他因为别的女人要和我离婚的, 怎么我还非得痛哭流涕挽留他呗? 我打电话给我哥, 叫几个人进来。 秦川微微睁大双眸, 随后咬牙点点头,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盖章, 我终于拿到离婚证了。 七, 刚出去, 我哥就迎上来了, 怎么回事? 没事了, 走吧。 我挽着我哥的胳膊离开。 桑鱼, 祝你以后的生活能够一帆风顺, 你好自为之吧。 秦川在我背后意味深长地说, 直接给我整无语了。 嗨, 谁的青春没经历过一个傻X呢? 上车后, 我哥又问我, 他那话什么意思? 我怂怂肩, 不知道, 他最近总发神经, 不过以后不用再见面了。 我哥轻轻怕了拍我, 那就好, 对了, 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听说地皮拿下来了, 行啊你, 那还得多谢许婷申不和我抢。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正是许婷申打来的。 桑学妹, 今晚有时间吗?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我连忙答应下来, 当然有时间了。 如果能和许婷申打好关系, 那我以后在商场上岂不是就可以更顺利了? 我哥见我这么高兴, 也笑了出来, 谁啊? 许婷申? 许婷申? 我哥很惊讶, 但很快也了然了, 难怪你这么痛快就和秦川离婚了。 我无语地抿了抿唇, 我和秦川离婚是我们的事, 和许婷申没关系。 你别跟秦川似的, 好像是我精神出轨在先。 我哥突然瞇了一下眼睛, 秦川是这么说的。 我摇摇头, 谁搞得懂他是怎么想的? 我哥冷笑, 那小子将来有他后悔的那天。 我管他后悔不后悔呢? 姐姐要搞事业。 八, 晚上七点半, 我和许婷申在餐厅面对面坐着。 许婷申举起酒杯, 含笑起唇, 恭喜你。 我连忙举起酒杯, 还要谢谢学长的成全。 我微微仰头喝酒, 又听到许婷申说, 我说的是, 恭喜你离婚。 我差点呛道, 还第一次听到恭喜人家离婚的。 许婷申挑眉, 怎么? 还对你的前夫念念不忘? 我放下酒杯, 那倒没有。 许婷申唇角轻钩, 似是对我说的表示赞许。 可他看上去很开心, 是为什么? 反正不管为什么, 不如趁大佬开心, 我先抱抱大腿。 我清了清喉咙, 试探地问道, 学长, 你之前想买那块地要干什么? 许婷申谴笑清言, 想投个工业员。 这不正好对上我的项目了吗? 那学长, 你有没有兴趣, 和我合作啊? 许婷申手指轻轻摸索着酒杯,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好啊,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想先麻痹我, 然后再报复我。 可许大佬的格局应该很大的, 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接下来, 我和许婷申边吃边谈, 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专业达人。 跟着许大佬干, 早晚有一天我会超过我哥。 我暗自美了起来, 都没发现自己的嘴角一直上扬着。 最后还是许婷申轻声问, 这么开心。 我刚要点头, 但转念一想, 我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况且这块地现在在我手里, 就算是面对许大佬, 我也不能表现得太不值钱。 于是我收起唇角的弧度, 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当然, 能和大名鼎鼎的许总合作, 我自然开心。 许婷申轻笑了一声, 侧头看向窗外, 唇角上扬的弧度似是加深了几分。 我看上去很可笑吗? 好的, 我和许大佬果然不是一个级别的, 都是因为毕业后这几年, 我一直没工作, 显得没气场了。 以后, 我要跟紧许大佬的脚步。 九, 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 许婷申说, 你家住在哪? 我送你。 不用了学长, 我司机就在外面了。 别这么客气, 都是老熟人, 以后还要一起工作, 你就叫我名字吧。 许婷申低声提议, 叫她的名字。 许婷申吗? 还是婷申。 我有点叫不出口,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一直联名戴姓喊秦川呢。 怎么了? 许婷申低笑。 我, 我试探得张了张嘴, 还是喊不出那两个字。 有点羞耻。 我还是叫你学长吧, 也很亲切。 许婷申轻点了一下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桑桑。 那两个字像在他的舌尖打转似的, 怎么那么浅全。 最后还是许婷申送我回家的。 车里, 许婷申讲了许多, 我坐在他身边, 就像是被单独补课的小学生。 大佬就是大佬, 一出口, 格局就不一样。 我忍不住盯着他看, 自己都没发现。 许婷申突然靠了过来, 薄唇微起, 轻轻喊我的名字, 桑桑。 我一击灵, 猛地回过神来, 脸颊发热, 啊。 许婷申眉眼含笑, 嗓音依旧滴滴的, 轻轻的, 听不到吗? 那我靠近一点。 没, 没有。 我又咽了口口水, 我听得很清楚。 呼, 我刚才是怎么了? 好像被蛊惑了一样。 到了我家门口, 我邀请许婷申进去坐坐。 许婷申温生婉拒, 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我正式上门拜访伯父父伯母。 好的, 学长再见。 我摆摆手, 许婷申上车离开。 我进了院子,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正式拜访伯父父伯母。 怎么说的, 像是要见家长一样。 今天的许婷申真奇怪。 回到卧室后, 我发微信给未来的嫂子, 也是我的闺蜜林曼音。 音音, 你还记得许婷申吗? 过了一会, 音音的视频邀请过来了。 怎么突然想到许婷申了? 音音问。 她的身后, 我哥来来回回晃悠,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往音音身后看。 音音笑了笑, 你哥在下厨呢? 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哥在家从来不下厨, 在媳妇那里就这么听话。 时, 那我是不是打扰你俩了? 音音温婉一笑, 我问你, 怎么突然想到许婷申了? 我把和许婷申重逢以来到合作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音音突然笑了出来。 我有点发懵, 你笑什么? 我觉得呀, 你有新的桃花了。 我哥这时凑了过来, 什么桃花? 音音侧头看她, 许婷申。 我哥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许婷申还是算了, 你刚出了秦川的坑, 别又跳进另一个坑里了。 音音称了我哥一眼, 合着全天下就只有你桑林一个男人不是坑吗? 我也是坑, 让你陷进来一辈子都出不去。 我哥说完, 低头在音音的唇上落下了一吻。 我哥可真恶心。 我立刻挂断视频, 很快我哥的电话就过来了。 他在电话里说, 你和许婷申合作我不管, 这是好事, 但是许婷申那个人和他的名字一样, 城府颇深。 妹, 看人不能只看脸, 你在秦川那吃的亏还不够吗? 说得我好像花痴一样。 地皮完全下来那天, 我和许婷申一起过去视察。 快到中午了, 许婷申问我, 想吃什么? 我很开心, 一是地皮很顺利地下来了, 二是这次和许婷申合作我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他那边的人脉比我广一些, 这方面我也能借到点光。 于是我反问他, 学长你想吃什么? 许婷申低笑, 你请。 当然。 半个小时之后, 餐厅里, 点完菜, 许婷申突然喊我的名字。 桑桑, 他每次这么喊我, 都听得我抽搐。 我小名叫小鱼, 这么叫我的, 许婷申是第一个人, 也是唯一一个。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可我觉得还挺暧昧的。 我抬头看他, 那边马上就要开工了, 我们要盯紧一点, 你最近还要出门吗? 我收回那点小心思, 摇摇头, 暂时我手里就只负责这一个项目, 不出门。 好, 那我们随时联系, 交换意见。 许婷申说话的时候, 语调浅犬婉转, 像带着钩子似的。 昔日学校里的霸王 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学长, 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许婷申凝着我, 眸色深邃, 可以, 不过要交换。 果然是生意人, 一点都不肯吃亏。 十一, 我默默清了清喉咙, 就是想问问你,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许婷申慵懒一笑, 怎么? 想追我? 没有没有, 我连连摆手,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 我只是想抱紧许大佬的大腿而已, 可没有别的心思。 不过现在许婷申确实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男人, 不管是家境条件还是个人能力, 都很吸引人。 我只是八卦一下而已。 没有。 许婷申回答, 我还挺意外的, 许婷申年纪也不小了, 没有女朋友, 难道是因为一心都铺在工作上了吗?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因为谈了一些私事, 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仿佛拉近了一些。 似乎, 我还欠许婷申一个道歉。 学长, 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抱歉。 许婷申眉少轻条, 什么话? 算了, 那我还是不要提醒他好了, 总之我很抱歉, 可也不能提醒大佬我干的好事啊。 我笑着摇摇头, 岔开话题,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就没看到你和谁交往过。 学长, 你真的没有喜欢的人吗? 许婷申盯着我, 有啊, 有一个, 从大学那会到现在, 一直都很喜欢。 我微微张大嘴巴, 许婷申竟然这么深情, 那你们在一起了吗? 许婷申还是盯着我看, 快了, 真大。 恭喜你啊, 学长。 我是真心替许婷申高兴的, 可他的脸色怎么还黑了? 我也没说错话啊。 许婷申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换我问你了。 我点点头, 你和秦川, 为什么离婚? 我淡淡一笑, 他不喜欢我, 就离婚了呗。 那你还喜欢他吗? 不喜欢了。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其实说起来, 我对秦川的感情, 也不是在他提出离婚的那一瞬间就消失的。 从17岁那年对秦川一见钟情, 到今年25岁和秦川离婚, 长达8年的时光里, 我的爱是在他的冷漠里, 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了。 一直以来的爱而不得, 对我来说就像背着一道沉重的枷锁, 所以在彻底放手之后, 我才会如此轻松。 许婚生脸色逐渐好转, 隐隐有了笑意, 你值得更好的, 他配不上你。 12,工业园那边如火如荼的施工了, 许婚生三天两头约我过去视察。 我不是很懂, 现在监工这么严谨吗? 今天又去那看了看, 之后许婚生说请我吃饭。 最近我们都在一起吃了好多顿饭了。 回家后, 音音来了, 见许婚生送我回来, 打去八卦道, 你最近和许婚生见面的次数似乎很频繁啊。 我们在合作一个项目, 当然要经常见面了。 可是那块地皮, 许婚生明明可以自己拿下啊。 音音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确实, 如果真要和许婚生争, 我90%是争不过她的。 当时许婚生还说了句什么来着? 我脑袋突然有根筋, 像是爆开了一般, 闪现过什么。 音音, 她当说, 她没损失什么, 失之东余而已。 音音突然倒吸了一口气, 好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 许婚生喜欢你,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一切都好像说得通了, 她把地皮让给我, 还跟我合作, 三天两头约我去试茶, 没试茶多大会就带我去吃饭了。 她还叫桑桑, 一切都是因为她那句, 失之东余而已。 失之东余后面还有四个字, 收之桑余。 我当时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而现在, 我心如露撞, 迎上音音投过来的暧昧视线, 忍不住笑了出来。 可是, 许婷生有喜欢的人了呀。 我摇摇头, 清空了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误会了, 许婷生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 他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了。 是吗? 那个人是谁? 音音含笑问我。 应该也是咱们学校的吧。 她说从大学那会到现在, 她一直都很喜欢那个人。 音音眼里一出深深的笑意, 这么痴情啊, 那还真不是很喜欢, 而是她非常非常爱那个人。 是啊, 她肯定非常非常爱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真幸福, 有人对她这么长情。 当然, 这份感情是我羡慕不来的。 音音说起了正式, 我作为天使慈善基金会的主席, 每年都为在哪办酒会发愁。 今年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心意了, 我想在咱们的母校办一场校友会, 然后募捐。 可以呀, 正好看看老同学。 我十分赞同这个想法。 得到我的支持, 音音也很开心。 那好, 那许廷申那边就交给你了, 到时候你帮我把邀请函交给她。 十三, 音音很快就跟学校沟通好了, 慈善酒会定在7月2号这一天晚上, 正好是周六, 大家凑在一起放松热闹一番。 我提前一个礼拜就选好礼服了, 是我哥半年前在Georgias Hobica给我定制的。 我正站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呢, 我哥在门外催促, 妹, 快点, 今天你嫂子主场, 你早点过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自从我哥喜欢上音音之后, 我这个亲妹妹在她心中的地位就直线下降, 可我还是她们的红娘呀。 我提着裙摆出去, 你怎么没和音音一起去? 我哥拽着我的手腕快不走, 你嫂子已经到了, 快点。 我都好长时间没回学校了, 学校变化不大, 就是又多了几栋大楼。 下了车之后, 我哥指着不远处的那栋楼, 那是许亭申捐的。 是就是呗, 我们两个往行政楼里面走, 我哥说, 我听你嫂子说了, 许亭申对你有意思。 没有, 她有喜欢的人, 喜欢好多年了。 我哥突然停了下来, 秦川和蒋瑶今晚也在。 我并不意外, 毕竟大家都是校友。 我哥看了我一会, 笑了出来, 行, 进去吧。 我跟上她的脚步, 你笑什么? 看你彻底放下秦川了, 哥为你开心。 我早就彻底放下她了好不好。 到了宴会厅门口, 我挽住我哥的胳膊, 嫂子今晚肯定很忙, 我勉强做你的女伴吧。 我哥扶开我的手, 不用了, 我去找音音。 这个人真是的, 就把我自己撂在这儿啊。 我连忙跟上去, 那我跟你一起, 我自己没意思。 我哥张嘴要说什么, 我突然又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桑鱼。 寻声看去, 就看到蒋瑶挽着秦川的胳膊过来了。 还别说, 这两人也算是一对碧人了, 还挺配的。 蒋瑶看了眼我哥, 又上下打量了我一圈。 桑鱼, 这是你的男朋友吗? 介绍一下吧。 没这个必要吧, 又不是一个圈子的, 有什么好介绍的。 秦川已经上前了, 向我哥伸出手, 你好, 秦川。 我哥周身散发着寒意, 我知道他讨厌秦川。 他没有伸出手, 只是冷冷一笑, 你好。 秦川神色顿了顿, 默默收回手, 脸色阴沉。 蒋瑶又看向我, 桑鱼, 你这件礼服好漂亮啊, 什么牌子的? 十四, 我说了, 蒋瑶笑着点了点头, 啊, 没听过这个牌子, 不过确实很漂亮。 但现在的小牌子, 真是越来越花俏浮夸了, 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吧。 我反而喜欢, 简约低调一点的款式。 我让我哥先去找音音, 反正我也没事, 就跟他们聊聊, 图一乐吗? 你身上这件是迪奥的最新款吧? 嗯, 确实挺低调的, 慈善晚宴嘛, 穿普通的成衣款是应该的, 我这属于宣宾夺主了。 主是我嫂子, 我爱怎么夺就怎么夺。 蒋瑶倾笑, 是啊, 家里还有好多的香腊, LV, 我都没穿, 这件是最低调的。 秦川一直没说话, 就那么看着我。 他看我的眼神, 怎么感觉有点内疚呢? 我看上去很可怜吗? 秦川突然轻轻拂开了蒋瑶的手, 瑶瑶, 我和桑鱼说几句话, 一会就回来。 蒋瑶大放一笑, 嗯, 我等你。 秦川走到我身边, 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到一个角落里, 秦川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你最近怎么样? 很好啊, 钱够花吗? 不等我开口, 秦川就又接着说道, 桑鱼,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你过得好。 我看上去像是过得不好吗? 我只觉得好笑。 省省吧, 秦川, 你的关心应该都给蒋瑶留着, 我不稀罕。 我要走, 秦川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桑鱼, 你为什么不肯收下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收下你的钱? 秦川一脸凝重, 我记得你之前很喜欢买衣服, 可是你现在, 他对你不好吗? 好吧, 秦川是个直男, 不懂女人都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 很正常。 他可能是刚才听蒋瑶说, 我穿不起迪奥的衣服, 只能穿小牌子的, 觉得过意不去吧。 我很好, 好得不得了。 我扶开他的手, 回到人群之中。 蒋瑶朝我招手, 桑鱼, 我过去。 他亲力地挽着手给我介绍, 这是咱们的学姐, 林涵, 是大旗集团总裁的千金。 我微微汉手, 学姐, 你好, 我是桑鱼。 桑鱼, 林涵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 莫不是, 学姐你也喜欢迪奥的衣服吗? 蒋瑶含笑开口, 你身上这件我就很喜欢, 只不过没货了, 我没买到。 是吗? 蒋瑶点点头, 是啊, 不过桑鱼身上这件礼服也很漂亮, 虽然是个小牌子, 做工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我是该笑呢, 还是该笑呢? 十五, 林涵轻轻摸了摸我身上的礼服, 确实很漂亮, 没见过, 是哪家定制的。 我说了名字, 林涵呼得轻笑了出来, 扫了蒋瑶一眼, 蒋学妹平时对服饰没有研究吗? 蒋瑶有些兴奋, 还算是有些研究的, 像是迪奥啊, 香奈儿啊, 我最近都定了, 那边也陆陆续续会送到我家来。 我和林涵对视了一眼, 林涵笑着摇摇头, 蒋学妹是不是就听过这几个牌子啊? George's Hobica不知道, 那Elisob呢? Zuhair Murad。 蒋瑶唇边笑容一顿, 神色也僵了僵。 都没听过吗? 蒋瑶尴尬地笑了笑, 听过, 当然听过。 别只是听说啊, 你也该好好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入门籍的。 林涵说完又问我, 桑学妹, 你喜欢哪个牌子? 现在出国还要隔离, 要不然咱们可以约着一起去看时装周。 林涵身在明媛圈, 是很看不上蒋瑶这样的人的。 蒋瑶也是自取其辱。 我说了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牌子。 我想起来了, 你十六岁受邀身家巴黎慈善舞会就穿的那个牌子的, 我看过照片。 林涵遗憾地叹了口气, 只可惜他们只邀请全球顶级名媛去参加, 我没有那个荣幸了。 什么? 蒋瑶震惊地看着我。 林涵则挽着我的胳膊走了,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她才又笑着说道, 不是我瞧不起人, 只是有些人确实挺可笑的。 嗯, 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我没有因为所在的圈子而觉得高人一等, 可蒋瑶这种跳梁小丑的举动, 确实挺令人捧腹的。 刚才谢谢你啊, 我知道林涵一直在帮我对蒋瑶。 林涵微微一笑, 不用客气, 如今有机会跟你交个朋友, 是我的荣幸。 看吧, 我又多了一条人脉。 十六, 正和林涵聊天, 那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 我过去一看, 竟然是我哥和秦川打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上去拉架。 秦川指着我哥, 这就是你看上的人。 他刚才和这个女人亲热, 你看他嘴上的口红。 也怪我没和秦川说清楚,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秦川会为我出头。 这又要给我钱, 又希望我过得好的, 这会还为了我出头打架, 还是在这种重要的场合里。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怎么不对我这么好? 我抿了抿唇给他介绍, 这我哥, 这我嫂子。 什么? 秦川一惊。 我哥擦了擦嘴角的血字, 冷笑了一声, 原来秦先生是为我妹妹出头, 那我这个做哥哥的, 应该谢谢你才对。 不过, 我妹妹并不需要你为他出头, 毕竟, 没人敢欺负我们桑家的人, 你说呢? 秦川似乎反应过来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是桑家的人。 那个桑家? 我点点头。 不装了, 我哥是亿万富翁, 我摊牌了。 秦川不可思议,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家里的事情? 你又不喜欢我? 我, 你快点去找蒋瑶吧, 他一直又是迪奥又是香奈儿的。 秦川, 你也称几个亿的资产, 多给他买点好衣服吧。 别让他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怪丢人的。 我这话刚落下, 蒋瑶就过来了。 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走吧, 你先去处理伤口。 我对我哥说, 音音把我哥俯走了。 我也要走, 却被秦川拽住了。 桑鱼, 你, 你放心, 这只是普通的慈善晚宴, 大家都是校友, 今天来就是热闹一下而已, 这件事不会传出去的。 我笑了笑, 继续说道, 不过就算传出去, 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本来你也接触不到顶级大佬的圈子, 不是吗? 十七, 说完我就去拿拍卖目录了。 募捐一会就开始了, 以拍卖的形式, 我还捐了一条祖母绿项链呢。 又过了一会, 大家都落了座, 拍卖正式开始。 我已经选好了几样了, 一会一定要拿下。 身边的空位这时坐下了一个人, 竟然是许廷申。 学长,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许廷申身穿高定西装, 微微轻身贴近我的耳边, 低声说, 学妹给我送的邀请函, 学长怎么会不来? 她干嘛这么说话?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许廷申扫了眼我手中的目录, 喜欢什么? 我隐隐感觉到了什么, 但又不敢深想, 就笑着摇摇头, 随便看看。 拍卖师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 一开始的东西就只是几千块几万块而已, 毕竟这只是个校友会, 又不是顶级大佬聚会。 下面这条祖母绿项链, 来自桑鱼小姐, 起拍价十万。 到目前为止, 我这条项链已经是全场最贵的了, 但还是有人举号码牌。 眼看这条项链就要被叫到一百万了, 许廷申突然举起号码牌, 两百万。 其实我这条项链也就十二万而已。 好家伙, 许廷申这一出手, 直接将这场拍卖会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学长, 你干嘛啊? 许廷申挑眉, 眉宇间风流斜似, 我喜欢啊, 况且, 学妹的项链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两百万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我余光左右看了看, 好了, 我成为全场的焦点了。 我是爱出风头, 可是许廷申给我带来的风头, 吹得我有点腿软。 十八, 到了我喜欢的那个玉烟斗了, 起拍价是一千块钱。 我立刻举号码牌, 可许廷申也跟着举牌, 从一开始, 这个玉烟斗就只有许廷申在跟我较劲。 他虽然是顶级大佬, 但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我不服气。 一个一千块钱的玉烟斗, 最后被许廷申叫价到了十万块钱。 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许廷申, 你故意的是不是? 许廷申倾笑, 心情很愉悦的样子, 桑学妹终于叫我的名字了。 就叫个名字而已, 怎么他说出来就那么羞耻? 我不要了。 十万一次, 十万两次, 十万三次。 成交。 我宣布, 我讨厌死许廷申了。 我拿出手机给音音发微信, 那个十八世纪的床边小桌, 你帮我拍。 要是被许廷申知道我还喜欢那个小桌子, 他一定会跟我抢的。 这个贱男人。 许廷申嘀嘀地问我, 生气了。 没有。 好吧, 我的语气出卖了我, 毕竟想到一个人的心思是藏不住的。 呜呜, 我的预烟斗。 最终, 那个床边小桌被音音拿下了。 爷, 是我的了。 我一阵得意, 偷偷告诉许廷申, 其实那个小桌是我让音音拍下来的。 哼, 磨高一尺, 倒高一丈。 许廷申顿了一下, 滴滴笑了出来, 他笑得都快胸腔共鸣了, 有什么好笑的。 你笑什么? 许廷申眼唇抑制住了笑意, 这才看向我, 就是觉得桑学妹太可爱了。 我再一次宣布, 我讨厌许廷申。 拍卖会结束了。 因为许廷申和我哥两位大佬, 这场拍卖会一共募捐到了快五千万了。 这五千万都将用来资助本校的学生和专业研究项目。 许廷申很快就被人围住了。 许廷申, 知道你有钱, 可咱们都是老同学, 你也用不着这么显摆吧? 我凑过去, 就是。 许廷申笑了笑, 没办法, 为博得美人一笑,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他说着, 朝我投来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眼神。 我一愣, 他口中的那个美人, 该不会就是我吧? 十九, 大家哈哈大笑。 廷申看上哪家千金了? 长得肯定跟仙女似的, 要不然入不了我们廷申的眼啊。 许廷申盯着我点了一下头, 嗯, 确实是仙女。 我的脸颊开始发烫, 完蛋了, 我可能要自作多情了。 我赶紧走人, 结果刚走没几步就被秦川拽走了。 他把我拽到外面, 你喜欢许廷申? 我一把甩开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 桑鱼, 你明知道我和他是死对头,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搅和在一起? 什么叫搅和在一起? 我们男未婚女未嫁, 就算真的在一起了, 那也是合乎情理的, 你管得着吗? 一道懒洋洋的声音突然传来, 不仅合乎情理, 还天经地义。 我回头, 就看到许廷申走了过来。 他的身后, 蒋瑶也跟出来了。 阿川, 蒋瑶大不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秦川死死盯着许廷申不说话, 蒋瑶脸上闪过愤怒, 瞪着我, 桑鱼, 你和秦川都离婚了, 你再怎么纠缠, 他也没有意义了。 我纠缠秦川, 真是搞笑, 我还没说你是小三呢, 你反倒来指责我。 什么小三?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 蒋瑶低头绰气, 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真恶心, 他还是朵白莲花。 我说的是事实, 我和秦川结婚这三年, 你敢说你们没有偷偷见过面? 见了面你们都干了什么? 不用我说了吧。 桑鱼, 我只是秦川刚开口, 我就打断了他, 还有你, 秦川, 我原本想我们好聚好散, 但看来你并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真敢跟我作对, 那正好我对渣男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说完就越过那两个人往外走。 刚走到我哥的车边, 身后就传来了许廷申的声音。 桑学妹, 需要帮忙吗? 收拾渣男小三, 我也挺有兴趣的。 我转身瞪着他, 你和他们一样都只会欺负我, 你还和我抢欲烟斗, 许廷申我讨厌你。 许廷申, 二十, 第二天早晨睁开双眼, 我就一阵后悔。 昨晚干嘛跟许廷申发脾气? 其实他就抢了我一个预烟斗而已, 比秦川和蒋瑶好多了。 我是不是把许大佬给得罪了呀? 我叹了口气, 拿过手机, 许廷申竟然给我发微信了。 明天去施工现场试查, 十点半到。 又试查, 一个礼拜能试查三四次, 包工头都快烦死了吧。 我立刻回复他, 好的。 我下床收拾了好一会, 下去吃饭了。 餐桌上, 我爸一边看报纸一边问我, 你和许廷申最近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我疑惑, 我和他能怎么样? 我爸放下报纸, 项目的事情。 好的。 这才刚开始, 挺顺利的,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爸新为地点点头, 跟我妈说, 咱们宝贝女儿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等这个项目竣工了, 那咱女儿也算是彻底在公司站稳脚步了, 我看谁还敢说咱闺女是花瓶。 我知道公司有人不服气我, 说我就只有出身和外貌而已。 我爸说的没错, 我得把这个项目好好做下去。 我到了施工现场, 许廷申那张俊脸出现在我的眼前, 眉眼含笑, 还生气呢? 没有。 我说的是实话。 秦川和蒋瑶不值得我生气, 至于许廷申, 我才不要和他闹别扭呢? 谁能拒绝得了顶级大佬的诱惑呢? 真没有。 许廷申看了眼万表, 那走吧, 请你吃饭。 怎么又吃饭? 你还没视察呢? 许廷申挑眉, 我不说是茶, 你能出来见我吗? 我又有点发懵了。 他最近总是说这样的话, 让我不得不多想, 却又不想自作多情。 再说了, 他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我有点生气了, 转身往车边走。 许廷申大步追上来, 在我的面前拦住我, 怎么又生气了? 还是因为那个浴烟斗。 他笑了出来, 拉起我的手, 另一只手从背后 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放到我手上。 我打开看了一眼, 正是昨天在慈善酒会上 看上的那个浴烟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许廷申, 原本为博得美人一笑, 但现在看来, 我似乎把美人惹生气了。 我就知道那个美人是我, 我本来就是美人, 不过这浴烟斗我可不会轻易就接受。 给你, 我不要。 我傲娇了一把。 许廷申滴滴失笑, 真不要。 我仰起下巴看向别处, 说不要就不要。 许廷申责了一声, 行, 看来浴烟斗是没用了,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二十一, 我确定了一件事情, 许廷申喜欢我。 可是, 我曾经还因为秦川对过他呢。 音音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你说许廷申为什么一直针对秦川啊? 他这么一问, 我也有点反应过来了。 那你喜欢他吗? 音音问。 我沉思了一会, 摇摇头。 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算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 音音, 对了, 蒋摇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到群里好多人都在嘲笑他。 是林涵说了什么吗? 我轻笑了一声, 蒋摇现在不是和秦川在一起了吗? 生活档次可能提高了点, 酒会上嘲笑我身上的礼服是小牌子, 没有他的迪奥高级。 音音玩耳一笑, 我觉得他像我刚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这个圈子太难融进来了。 你和蒋摇才不一样呢, 况且你根本不用应融, 他们巴不得拉你进来呢。 音音可从来没有因为和我哥在一起,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哪里像蒋摇, 整个已爆发护心态。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是许廷申发来的微信。 晚上一起吃饭。 不去。 许廷申, 那桑学妹要怎样才肯赏脸跟我吃顿饭呢? 嗯, 她既然这么问了, 那就别怪我端架子了。 让本小姐想想吧, 想好了再告诉你。 许廷申发来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我伤心了。 油嘴滑舌。 我把手机丢到一边, 继续跟音音聊天。 晚上我哥回来, 给我俩做了一顿大餐, 我又是借着音音的光, 才尝到了我哥的厨艺。 吃完饭音音说, 今晚别走了, 太晚了。 我盘腿坐在沙发上, 翻看时尚杂志, 我本来也没打算走。 我哥, 你住楼下, 真是我亲哥。 手机又响了一声, 还是许廷申发来的微信。 是一张图片, 一份鱼排, 一杯香槟。 你不跟我吃饭, 我只能简单凑合一顿了, 没胃口。 哎呦, 这个人真是的。 没胃口还喝香槟。 许廷申, 你来, 我把珍藏拿出来, 随便你喝。 随便喝就喝醉了。 许廷申, 正好, 正好个屁。 我才不理他了。 过了一会, 许廷申为发来一条消息。 生气了, 继续不理他。 他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我挂断, 把他拉黑。 许廷申, 拉黑我。 我把手机放到一边, 继续看杂志。 手机就隔一会响一声。 他可真是闲。 直到我上床要睡觉了, 我才又点开他的微信。 你那条祖母绿项链还在我这了, 什么时候来去? 明天去试茶。 怎么不理我? 还在生气。 他陆陆续续给我发了好多消息, 最后一条事, 晚安。 我锁平把手机放到一边, 关了灯。 黑夜里, 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许廷申是在追我吧。 二十二, 第二天, 我直接去了公司。 期间许廷申又发来了好多的微信给我, 都被我忽略了。 没想到会接到秦川的电话, 因为在开会, 所以我直接挂断了。 开完会的半个多小时之后, 秦川又打了一通电话过来。 这一次我接了。 秦川在电话里说, 桑鱼, 能见个面吗? 我一边翻看策划书一边说, 你放心吧, 只要你以后管好讲谣, 也别再来烦我。 我是不会把你怎样的。 秦川沉默了几秒钟, 声音深沉了几分, 我只想当面跟你说清楚一些事情。 我不解,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说清楚吗? 我怎么不知道? 见面说行吗? 可我不想见你。 我直接挂断电话。 许廷申的微信又过来了。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你什么时候下班, 我去接你。 什么吗? 我可没说要跟他约会, 他连电影票都买好了, 先斩后奏吗? 我还是不搭理他。 我爸这时进来了。 闺女, 爸爸要去魔都出差了。 我点点头, 嗯, 公司这边就交给我了, 爸你放心吧。 我爸倾壳了一声, 其实公司交给我也行。 什么意思? 公司不是一直你管着的吗? 我爸这样一来, 就只能让你替我出差了。 我哥忽视我, 我爸又开始套路我, 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我走。 我去出差了。 这一趟, 我走了半个月才回来。 爸妈为了庆祝, 我第一趟出差顺利, 特意给我办了个接风宴。 我也是醉了。 在他们眼里, 我以前就那么没用吗? 出个差就值得庆祝了。 看来以前我真的很让爸妈失望, 为了秦川, 我简直猪油蒙了心。 好在现在我迷途之返, 以后再也不会了。 因为这次出差很顺利, 我爸也正式对外宣布, 我成为万圣集团的接班人。 对于以前一直低调的我来说, 这个消息让我的名字横空出世, 顿时吸引了各大工商财经杂志的视线。 我火了, 甚至还火到了娱乐圈, 还有网友把我跟其他富豪千金放在一起比较, 但大部分的声音都是, 我太嫩了。 最近秦川有点怪, 不是给我打电话, 就是给我发微信。 这天我刚下班出了公司, 就看到许廷申以车而立。 我清了清喉咙, 仰起下巴, 迈着高贵的步伐往我的车子那边走去。 许廷申含笑过来, 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停下来, 挑了挑眉梢, 许总, 好久不见, 有事吗? 许廷申唇边笑容加深, 你没回我微信。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不想回。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我? 我怂怂肩。 许廷申定定地盯着我, 看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收回了脸上针锋相对的表情, 撇撇嘴, 你还有事吗? 许廷申依旧盯着我看, 扮想之后, 他突然哑声来了一句, 你真他妈太漂亮了。 二十三, 回到家, 我的脸颊还是滚烫的, 心脏怦怦狂跳着。 许廷申这个妖精, 他实在是太能撩人了。 我咬着下唇, 拿过手机, 默默将许廷申的号码 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嗯, 所以我这是心动了吗? 我打电话给音音,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音音笑了出来, 你没头没脑地说什么呢? 我的嘴角忍不住一直上扬着, 刚才许廷申来找我了, 你猜他跟我说了句什么? 音音咯咯咯笑个不停, 我蹬了蹬腿, 你快问我啊, 快点快点。 音音音改成了哈哈大笑, 小鱼,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是甜甜的? 一想到他, 嘴角就忍不住上扬, 我抿紧双唇, 他是怎么知道的? 当年你哥追我的时候我也这样, 音音实话实说, 其实你哥刚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就心动了, 可我还是让他追了我一年。 为什么? 我不解, 可能是我太矫情了吧, 明明自己也心动了, 就是不承认。 但是小鱼, 你不得不承认, 这种暧昧阶段是最令人激动的,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以后回想起来都还是甜滋滋的。 不用以后回想起来, 我现在就甜滋滋的。 那你说, 我也要让他追我一年吗? 看你自己吧, 我当初也不仅仅是因为喜欢这种暧昧, 我其实是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哥, 可你不一样, 小鱼。 我抬手赴到心口, 还是能感觉到心如露撞。 那我就等他说喜欢我再说吧。 我没等来许廷申说喜欢我, 却等来了秦川。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那天他突然找上我, 我要上车被他一把拽住了。 桑鱼, 我有话跟你说。 我诧异地看着他, 你怎么来了? 他深深地看着我, 表情急切, 桑鱼, 我和蒋瑶分手了。 什么? 我以为我喜欢他, 可和他相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 我对他只是一份执念而已。 我喜欢的是你。 秦川深情告白,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激动的模样, 以前他在我面前都是冷冰冰的。 这种反差对我来说还挺震撼的, 但更多的是好笑。 二十四, 是吗? 那可真不巧,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秦川的眼神变得哀伤, 你喜欢上许廷申了, 是吗? 这跟你没关系。 我抽出自己的手, 秦川, 我说过, 我们算好聚好散,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他上前一步, 殷切地看着我, 求你了。 桑鱼, 我, 我真的很后悔, 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 你还记得大二那年, 我阑尾炎手术住院, 你在那陪我了一晚上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 事实上, 你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记得。 你这就属于马后炮了火计。 秦川红着眼睛, 声音里满是痛苦, 我真的很恨我自己, 为什么明明早就意识到, 对你有感觉, 却一直都不肯承认, 小鱼, 都过去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 秦川, 我们不可能了。 秦川突如其来的告白, 给我带来了太大的震撼。 我爱了一整个青春的人突然告诉我, 他也爱我。 我突然很想笑, 或许这就是天意弄人吧。 我不想跟秦川做敌人, 因为那否定了我曾经的真心, 我的付出。 可我是真的不爱他了, 真的放下了。 秦川, 再见吧。 也再见了, 我的青春。 等一下, 我现在也才二十五岁, 还算青春着呢。 拒绝了秦川之后, 我一身轻松, 打电话约音音出来吃饭, 之后, 我和他一起回家了。 快到八点的时候, 我哥突然给我发来了一条视频。 我点来一看, 只见两个人撕打在一起, 虚于我才看清楚, 是许廷申和秦川。 许廷申可是曾经的笑靶, 没几下就将秦川打倒在地了。 他指着秦川, 你特么吃回头草你还有理了。 秦川擦了擦嘴角的血, 小鱼喜欢我, 他爱了我那么多年, 我不相信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看得出来, 他们打架的地方就是音音家楼下。 这两个男人竟然跑着来打架, 又致死算了。 过了一会, 我哥回来了。 他们还在打吗? 我哥淡淡一笑, 我上来的时候还在打呢。 音音走过去, 你怎么不拉开啊? 那里面有一个可是你未来的妹夫呢。 我哥看向我, 许廷申。 我心虚地低下头。 我记得我哥曾经叮嘱过我, 不让我和许廷申在一起。 二十五, 你心虚什么? 你若是真的喜欢他, 我还能阻止不成。 至少许廷申比秦川好多了, 配得上我妹。 我羞懒地埋进抱枕里, 哥你说什么呢? 回应我的事一阵沉默。 我哥, 行了, 当初追人家秦川的时候, 我可没看到你哪里不好意思。 我回到房间打电话给许廷申, 他接得很快, 想我了。 这轻挑的语调还真是, 性感呢。 你是不是和秦川打架了? 怎么跑到这来打架了? 许廷申, 你出来, 我告诉你。 他还在下面。 秦川走了吗? 我换了身衣服, 下去了。 路灯下就只有许廷申一个人。 我走近才看清楚, 许廷申的颧骨那里有一点点瘀青。 你就受这点伤? 嗯, 他突然把我拽进他怀里, 低头重重吻了下来。 我挣扎不开, 心跳加速, 双腿发软。 许久之后, 许廷申才放开我, 他的声音都沙哑了。 桑桑, 我等不及了, 你打我也好。 或者让我追你一辈子, 但我要提前行使丈夫的权利, 因为你一定是我的。 真正的霸道总裁, 果然名不虚传。 好吧, 那我就让你一直追我。 许廷申, 我笑了出来, 然后去音音那里拿了些药膏下来, 给许廷申处理了一下伤口, 就让他回去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 老婆, 我爱你。 M, 终于表白了。 可谁是他老婆? 许廷申, 我很不好追的, 你且追着吧。 26, 第二天洗漱照镜子的时候, 我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嘴角一直上扬着。 我, 好像也喜欢上许廷申了。 好吧, 今天就去陪他视察好了。 可我却接到了蒋瑶的电话, 他约我见面。 一见面, 蒋瑶就抓着我哭得梨花带雨的。 桑鱼, 你什么都有了, 不要跟我抢秦川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推开蒋瑶的手, 秦川我不要了, 给你吧, 你有本事就抓住他, 没本事也和我无关。 我说完就越过他走了。 身后又传来了蒋瑶的哭声。 桑鱼, 你只是命好而已, 其实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置可否, 但心里是承认的, 我命好, 会投胎。 可那又能怎样恩? 这不代表他们就能随便伤害我。 我上了车, 直奔许廷申的公司。 许廷申, 我现在要你陪我去视察。 许廷申笑得温柔, 朝我伸出手, 请, 我的女王殿下。 我满意地点点头, 本女王现在宣布, 正式允许许廷申追我。 一年半后, 我的第一个项目竣工了。 工业员招商引资也特别顺利。 我也正式接管了我们家的企业。 有记者采访我, 桑总, 有人说你一直靠家里, 靠男人, 你对此有什么说法。 我对着镜头, 微微仰起下巴, 本女王绝不低头。 我出身好, 这也算是我实力的一部分。 另外, 我要强调一点, 我跟许总合作的时候, 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和许总现在也什么关系都没有。 晚上回到家, 我就被许廷申压在了床上。 追了你一年多了, 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桑桑, 你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 我傲娇得挑眉, 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可是很难追的。 许廷申笑着吻了下来, 没关系, 我愿意追求你一辈子, 那什么时候去领证? 明天吧。 好, 领完证我继续追求你。 嗯, 所以我该什么时候告诉许廷申, 我也喜欢他呢。